就在半月前 我临危受命 坐上了孕仙宗的掌门之位 这半月以来 除了辨认徒子徒孙 就是接受其他宗门的道合 好不容易金钱的下来 正好外面已是艳阳高涨 鸟语花香 让人神清气爽 这么好的天气 怎么能不去找强哥玩玩呢 也只有看到他们 我才能感觉到无比的放松 十九年了 咱们三个物种 一人一牛一猫相依为命 我本想在宗门找个美女 专职给强哥喂草 不但能伤心悦目 还能促进消化 毕竟我现在怎么说 也是一宗之主 还放着牛 有点不太合适 就在我躺在草坪上 享受着惬意的阳光 回想着当上掌门的 这段时间的时候 一个徒孙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 都说 一定是又有宗门差人 前来道贺了 我用力咬了咬嘴里的叶子 不耐烦地答应着 然后随意吸了口气 将嘴里的叶子 往旁边的树上扔去 走 看到了吧 叶子深深地插进了树干里 不得不说 咱这宗门还是挺有范的 走 接客去 这宗门二师兄 生怕我实力低微 有了宗门的脸面 刚坐下 就火急火燎地跟我讲解了起来 原来这次来的是 林霄宗最擅长换术 这次带队的是 林霄宗的得意弟子柳如是 我信心失足地打断了 二师兄的话 交给我 这二师兄还不放心 正准备说话 就又被我打断了 我懂 不说话装高手吗 手到擎来 安了安了 随即我们摆好架势 二师兄就开始 宣灵霄宗上殿 大便拿开了 一个十八岁 中度冰天的少年 优雅地转了进来 但是我小知识 还显示着正法 显然是有非而来 不过这种小动作 哪能逃过我的眼睛 柳如是站定 便向我表达来意 嘴上说这是来道贺的 在我看是来踢馆的吧 不过 看着这沉甸甸的贺里 倒是有些精良 我没有说话 脸上挂着一抹微笑 自信地盯着他 这小子看我半天都不开口 心里泛起嘀咕来 突然我眼神一变 用一副看破不说破的表情 默默盯着他 这小子被我这一下 吓得不轻 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 互相看着 想到还在我运仙宗的地盘上 赶紧抱拳请辞 这么尴尬的局面 我也不想挽留 赶紧送走柳如是 长长地输了一根气 就在这时 我这二徒孙突然头疼了起来 我赶紧假装关心他 手扶着他的肩膀 给他压制幻术 带来的副作用 终于送走了最后一波 我这傻二徒孙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头不疼的 我也该去休息休息 想想该怎么应付天前大会了 不过比赛前吃丹药 应该不算作弊吧 练单曲 这里是奉天城 专为各个宗门 参加天前大会设立的落脚 一 宗 柳如是离开了运仙宗 就遇到了太医宫的云霄宗会 见柳如是回来 一位花容月貌的长腿美女 可以上前询问的起 这位美女便是柳如是的 柳如是 这些风门核心人员都在 便讲起来 在运仙宗的经历 说到自己使用幻术的部分 讲得格外仔细 对我的实力 那是更给夸赞你 不过总有那么一些实力低微 自大又不怕死的人 出来抢风头 因为柳如是 看不透我的实力 引格林霄宗中的人 一顿胡乱猜的 不过柳一白 似乎对我运仙宗 有什么误解 上次的天前大会 第一名的林霄宗 为了保持 要像我这个 到底第一的运仙宗看起来 不过管他们 他们爱给他 不成功用 还是该实施 该做 生活就要这么惬意 掌门也能胜利 就连我的吃货大徒孙 都对我的手艺 暂不接口 离天前大会 没多少时 我便向大徒孙 询问起了相关事件 原来在百年前 兴起了修炼袍 或少宗门也随着影响 也正是因此 甚至有些宗门 修炼袍 实际 朝廷踏出乱灾 只允许天地学 三个等级的宗门 而天前大会 大会就是许大地阶宗门 地阶上三门 就可以与天前宗门竞争 一会去更多的宗门 为了方便朝廷 各个宗门 变成立的寻思 实际就是朝廷的护士 那些里面的都是当时高 听到这里 不如的郁闷了起来 我们这种三流宗门 都是吃别人剩下 若这次保不住排名 十年后 就得原地解散 并且还没听说 哪个宗门被提出去了 还能回来 现在咱们运仙宗的弟子 大多是地下之体 也就是刚入门的程度 而其他宗门 各个都是天煞之体 这怎么比 而且各派找人 都不允许参加 只能使门内弟子切瘦 这胖子倒是想不开 把什么事都推掉 宗门没了 还想约我去开车 连宗门大师兄 都想不退路 难了 这怎么行 总不能让孕仙宗 在我的手里起散吧 那我这个主角 以后还真的在动漫见混 不管了 司马当作火马一 胖子 是要不算作弊吧 胖子一脸鄙视地看着我 吃丹药也是修炼的一种 不算作弊 关键是咱们得有丹药吃才行 没事 有你们万能的找人在 就开始 嘻嘻 此处是运仙宗的炼丹坊 最早是吴三有长老掌管的地方 如今他也跟着众人失踪了 这里便沦落了下来 只有吴长老的关门弟子思思 还坚持守在这里 我准备在天前大会前 炼这些丹药 给徒子徒孙们 提上一下实力 就在这时 思思叫住了我 原来他发现我这材料里 有蓝蛇花 是一位独物 光是一片花瓣 就能毒死十只怪兽 不过师父跟我说 这玩意儿是大物 从小就给我吃这些材料 炼成的丹药 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无非就是吃了厚肚子痛 拉拉肚子 我当时还以为是须不受肚 不管那么多了 想的再多 不如亲自试验一下 先炼出来再说 我把药材一股脑儿的 全都倒进了炼丹 三处相后 丹药用 我赤手空拳 将千肚肚肚肚肚的丹药 拿了手 这一举动 把思思给吓得不轻 毕竟他师父 也不敢这样去 拿出丹药 我仔细瞅了一眼 还行 跟以前的一模一样 赶紧自己尝了一颗 试试功效 问 果然是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味道 诺 要不要来一颗 思思看着这玩意儿 像便秘的巴巴 吓得连连白手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生意 赫然出现在门头 绝儿 小叔祖有身体瞪眼丸 给你 绝儿凑近我的手 使劲端详着 我手里像巴巴的东西 然后拿到手里 一脸嫌弃的问我 小叔祖 这是你便秘时的产物吧 不但软绵绵 还臭烘烘的 这都没有成型了 这个哪里像丹药啊 我听闻赶紧抢过丹药 凡事不要只看外人了 来叔祖给你二次加工一下 我把丹药放在手里 使劲油腻了一会 来 加强板伸腿蹬眼丸 出门旅行 居家必备人了 丹药还能这么搓的 全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我和全儿 僵持不下的时候 一只胖手 以蓄眉不及掩耳之势 从我手里拿走了 身腿瞪影满 二话不说 就丢进嘴 对丹药的口感 还赞不绝口 这刻把全儿 吓得不惊 大师兄看到全儿 这副表情 对他说道 不就吃了你一颗糖豆吗 至于这样吗 全儿则是怕我练得 丹药有毒 立马就按着大师兄 在嘴里扣了起来 大师兄还以为全儿 是因为自己 吵他的糖豆鸡 吓得赶紧后退了几度 我乐呵呵地问大师兄 小七 怎么样 有没有神清气爽的感觉 就在这时 小七脸色突变 冷汗直流 我这肚子 最百米冲刺的速度 向茅房跑去 这速度放到现在 绝对是没人能破的机会 看到全儿的表情 我赶紧让他别紧张 我给小七吃的是补品 他拉肚子 应该是吃了别的 不干净的东西 茅房里的小七 我都会痛 记住 愿然间一道冲击多 冲天而起 我和全儿看到这一幕 就在刚刚 大师兄小七 吃了我炼制的丹药 突然不同男人 二话不说 就有百米冲刺的速度 丢进了茅房 我和全儿 更准地追上去 一道光柱 从茅房冲天而起 静止不明消 小七神清气爽地走了出来 全身笼罩的金光 仿佛整个人得到了生还 见我追了过来 激动地抓住我的手 说道 叔祖 我误了 你误事误了 但是你好像上完厕所 还没洗手 要是大家都能吃到这丹药 不清风闻 希望 我赶紧吩咐思思再准备几十份药材 经过一天的炼制 第二天 我把大家召集了几乎 全儿将我炼制的丹药 分发了下去 大家看着这喝不溜秋的药丸 试试怀疑 特别是思思 因为她知道里面有一位不要的成果 但是想到大师兄昨天吃了一枚事 干脆就一口吞了下去 全儿看到宗门的门花 吃下了丹药 赶紧让她去茅房战盖 思思虽然不紧 但还是乖乖地按照全儿的吩咐去做 全儿望着丝丝的背影 默默地改善了 小师妹 师兄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赶上 没过多久 吃了丹药的弟子们 肤子就开始痛了起来 纷纷往茅房跑去 把茅房给包围了个水系不容 全儿看着荒乱的师弟们 也是不忍之事 奈何茅房公主线 外面还有大量弟子 没有很快 这真是里面拉的鞋滑哒 外面哭得一碌碌碌 突然一声巨响 茅房里竟然冲起出了金光 还在茅房外的弟子 已经等过多时 感觉就要憋不住 就在这时 一道道金光透过道袍 这些金光竟然只冲天气 再看时 已经漫天飞下 连茅房都被炸得致力多 浓郁的恶臭 便补宗门各个角度 全儿默默地补宗门 我的预想都很臭 此时正直令员年十五年 始成十无惨案 只是这惨案 只有我们资本自己能执行吧 各位看官 如果是你怀里 抱着这样一个长腿美人 你们会干嘛 就在刚刚 正准备休息的我 收到一封师父 让尊哥带来的书信 没错 尊哥就是这只 陪了我十九年的小鸣 原来是师父让我上山 看来是想我了 我平时都不不尽门 城里也没几个人认识我了 为什么还让我乔装一番呢 管他的 师父自然有他的用意 老实说 我这身法不是盖的 虽然不能一步十万八千里 但是触开我师父 也是无人能彼岸 这城墙上的两名守卫中 看不中用 我这样明目张胆地 从他们脱子飞过 他俩居然以为 只是个大扑龙儿子 飞了过去 你俩才是大扑龙儿子 你俩全家都是 终于出城了 用不了多久 就能到师父所在的天眼洞 我正准备找个地方 脱去伪装 就在这时 不远处一阵响动 让我警惕了起来 我赶紧躲在树后 观察了起来 只见那人跟我一样 穿着夜行衣 估计也是一个 怕被认出来的主 看这方向 莫不是师父的朋友 不如跟上去看看 不得不说 这黑衣人 请提醒 没跟多久 他就察觉到 后面有人在跟踪他 我赶紧躲了起来 以我这样的实力 都能察觉 有趣 真有趣 就在我在猜测 黑衣人身份的时候 一道进风 向他袭了过去 这黑衣人 赶紧向旁边闪开 紧接着 一只白色的大猫 出现在他面前 看这样子 后面更有趣了 这黑衣人 看清烟踏雪模样后 猛的一震 估计是没料到 这可爱的大白猫 会出现在这里 我坐在树枝上 淡定地吃着挂 烟踏雪也就长得威武 这黑衣人 应该能应付得了 没想到 这黑衣人 看到烟踏雪 转身就跑 这什么挂 打不过就跑吗 经过一番追逐 这黑衣人 显然实力不济 烟踏雪 一跃便挡在了他面前 传手的一猫 向黑衣人吸取 这黑衣人 亮亮呛呛地躲开攻击 张嘴说道 小女只未寻人 无意冒犯 若执意要为难小女 那只能冒犯了 听到这话 我才发现 这黑衣人 原来是个女人 各位看官 动动手指点点赞 你们也能抱得美人归 就在刚刚 一个穿着夜行衣的神秘人 我本来打算 跟着看看热闹 是奇怪 哪知道对方 竟然是个女子 就在我在纠结 要不要英雄救美的时候 烟踏雪 我生震耳欲聋 这老小子 每次打架 都要吼两嗓子 皮又痒了吧 只见这黑衣女子 手持长剑 与烟踏雪 展开了精心动魄的决动 但是很快就显现出 双方实力的悬殊 女子的攻击 完全无法对烟踏雪 造成丝毫伤害 激烈的战斗中 女子使用的长剑 被烟踏雪击飞 人也被击退了数米 顿时陷入了危险之中 烟踏雪见女子 身受重伤 杀性断气 张开血盆大口 就向女子扑去 这女子见大势已去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看来今晚要多管闲事了 我赶紧从树里倒了下来 烟踏雪的攻击已至 顿时 只感觉烟踏雪所到之处 电闪雷鸣 飞沙走时 果然是不留于力啊 烟尘散去 烟踏雪 看着面前空空如也的地面 一脸猛逼 那当然是我在关键的时刻 挺身而出 英雄就美了 不得不说 这女子长得确实不赖 还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我把女子安置在旁边 才发现她的脚腕处 渗出大片的鲜血 不过先解决烟踏雪要紧 我让她待在原处 不要乱动 可这女子似乎不相信我的实力 居然想让我逃走 我刚才就想 烟踏雪就向我扑了过来 估计是我乔装了一番 没有认出我来 我乐呵呵地问道 烟踏雪 你小子不躲在翠湖 跑这里来干什么 你刚才准备 不咬我的烟踏雪 一听我的声音 瞬间就安静地在我面前蹲坐了下来 一扭头 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小白猫 这美女尖烟踏雪 在我面前如此温顺 一时尽不知如何是好 我缓步向她走去 抬起她受伤的脚 正准备给她的脚疗伤 没想到这一善意的举动 竟被她当作是登徒子 我勒个去 好心当作驴肝肺啊 经过我的一番解释 她才放下了戒备 不过不得不说 大家自行脑补 不过我这还要去找师傅 不能送她回家 正说着 这女子嘀咕了几句 好像是说 看了女子的腿就怎么的 我问她 就怎么 她又直直呜呜地不说 不过脸颊似乎泛起一抹红韵 我给她包扎好伤口 还帮她把鞋子穿好 我师傅都没这个待遇 然后换来烟踏雪 送她回去 到这时 我才知道她是林肖宗的柳一白 交换姓名吗 那叫我李用吧 有缘自会再见 告别完 我继续往师傅的方向赶去 这个师傅想要传功给徒弟 竟要徒弟杀死自己 亲自取出内单 听到师傅这样一说 吓得我赶紧跪到地上 师傅 你在寻我开心吗 没想到这老头还来劲吗 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 拿走我的内单 你便是天下第一 我一愤甜蜜地站了起来 我才不稀罕狗屁第一 若不是你从小逼着我修炼 是更愿意当个普通人 下山去救人掌门 也是你希望我去 我从来只想和师傅一起生活 我真是怀疑 你年纪大了得了痴呆 师傅听到我这话 就大声笑了起来 好了好了 我逗你玩的 要是有这捷径 天下早就大乱了 我一听这话 就气不打一出来 死老头子 有意思吗 万一我动了杀心怎么办 我师傅也是一点不客气 两时会一掌劈死我 说着手就往我头上放了上来 不过我最担心的还是 我能不能承受住师傅的道好 师傅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 安慰我道 运气好点一点事都没有 运气不好死得惨烈吧 听师傅这样一说 我一个弹射赶紧 这样死有点不知道啊 可师傅缓缓吐出两个字 晚了 什么 晚了 什么时候 师傅得意地笑着 小东西 我摸了你几次头 你都没感觉吗 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不过好像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 难道我这身体 能承受住师傅的功力 就在这时 一道雷霆之力 向你批了你 速度之快让人猝不及防 我居然被这道雷劈的 咳了二两网坛 这道雷霆之力 异常霸道 以我这样的实力 多久久没有缓过来 终于 没能抵抗住这雷霆之力 重重摔在里面 师傅看着我狼狈的样子 淡定地走了过来 这108道惊雷 是为师送给你的礼物 你只要好生受着 我的意识 渐渐模糊了起来 似乎踏入浩瀚的心窟 我在这里呼唤着师傅 希望他能帮我解开一下 就在这时 我面前浮现出一个蓝色火焰 似乎在喊着什么 难道这里是我的潜意识 突然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我被这死老头子电晕了 看我醒了 不一根一根拔掉他的胡子 这蓝色火焰 不会是我的灵魂吧 翠山是什么 哪里的景点吗 突然我脚下一空 整个人往下看了进去 就在这时 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跟我说话 这是潜意识里 不是真的坠崖 别怕 突然我感觉到有人抓住了我 还问我真的要被怕吗 旁边也出现了几个人 仿佛在叫抓着我的那个人杀我 就这样 那人放开了手 我又继续向着那无尽的深渊坠落下去 大家快看 这个十来岁的孩子 竟然自称是我儿子 到底是喜当爹爹还是喜当爹 我们拭目以待 就在刚刚 我传承了师傅的一身功力 被劈了108道天雷 好在有惊无险 只是身体被烧得跟黑炭一样 好在师傅早早给我准备了药鱼 泡上一泡身体强度又增加了几分 第二天 我早早的就被师傅赶出了天眼洞 我来到韵仙宗 老远就看到 全儿在宗门外来回夺着方部 见我回来立马就跑过来 问我这几天的行踪 我以韵仙宗这几天的味道 有些别致 在外面找了个清静的地方 练功为由 搪塞了过去 这全儿居然怪罪起我来 好了好了 下次我把配方改良一下 全儿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 好像生他我跑了一样 告诉我出大事了 啥大事 有敌人杀季运仙宗啊 全儿头也不回 拉着我就往宗门内跑 来到宗门里 全儿指着树下 那个十岁出头的孩子 看到那个小孩了吗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全儿 怎么了 新收的弟子 那个小孩说他要找爹 你猜他找哪个爹 我思索了一番 对全儿说道 咱们宗门符合这条件的还不少 全儿一脸鄙视地看着我说道 掌门师叔还装闪不成 这句话把我问得云里雾里 啥意思啊 全儿悄悄凑过脑袋 小声跟我说道 他找的就是你 我哪能有这么大的儿子 全儿 可不幸胡说啊 这传出去人家还不把我当变态啊 就在这时 那个小孩发现我们 站起来边招手边向我喊道 爹 你是我爹 我一脸无语 这碰瓷儿的是哪来的 我也没钱啊 这小屁孩居然还冲过来抱着我的头 说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儿子 我认识个锤子啊 全儿还调侃着 让我仔细回忆一下 卧槽 以这孩子的岁数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功能呢 我正想让全儿 帮我解决下这小孩的事 哪知全儿竟然以通知参赛弟子为由 转身就走 这算什么事啊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强哥悠哉悠哉地回过来 这小孩居然还认识这头牛 张口就喊大抢 我赶紧问道 小孩 你认错人了吧 我才十九岁 怎么可能是你爹爹的 这时这小孩总算是正常了下来 向我问道 你是不是傻 连我都认不出来 然后萌萌地舔了舔自己的手 这一举动 我似乎看到了有转哥的影子 你 你不会是转哥吧 这种事怎么可能 这小孩见我不信 于是趴在地上 身体也慢慢出现了变化 不一会就变成了转哥 还告诉我 他已经修炼成人形了 我没想到转哥的人形 竟然是了小孩 幸好没给他找母猫 不然他还不把我当变态啊 原来我离开那晚 转哥就开了一切 还能变成人形 想到转哥能变成人形 不知道强哥行不行 要是强哥变成人形 会是个啥样 原来转哥能修成人形 全靠我和师父的杀 我还记得收养转哥的时候 他还是只小奶猫 既然短短五年 便能修炼成人形 难不成我和师父杀其策漏了 听转哥说 我和师父都是魂杀之体 也只有我们两人有着体质 强哥告诉我魂杀之体 一万个修行者中 才有可能出现一个 这么厉害 我赶紧打断他们的话 左右看了看 好在四下无人 赶紧让他们别乱说 免得我被抓去做研究对象 转哥倒是对我挺有信心 表示那些人 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明天就是天前大会了 这事还是别炫扬的好 免得影响我装高手 大家快看 本掌门 只是在跟这个妹子嬉戏 打闹 却被柳一白雾认为是无耻 放荡之腿 在天前大会开幕式当天 柳如是气势汹汹地 回到太医宫的灵霄会馆 显然是遇到什么 让他生气的事 柳一白见哥哥的样子 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 调侃的问道 哥哥这是怎么了 柳如是怕被妹妹嘲笑 一言不发 转身坐下 气急败坏地 对着桌子猛的就是一局 柳一白赶紧起身 给柳如是倒了杯茶 继续调侃道 一大早的 也不知道跟谁置气 一会就是天前大会 你这样的状态可不行啊 柳如是抓起茶杯就一饮而尽 猛地把杯子拍到桌子上 表示除了无双 还能有谁能把他气成这样 柳一白则在旁边捂着嘴 偷笑了起来 调侃道柳如是 天狱也来了 我以为他要逼着你呢 柳如是看到 既然被妹妹无情嘲笑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几经咆哮地说道 什么叫逼着我 他自己的毛病 与我何干 柳一白看到哥哥 气急败坏的样子 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表示女孩子最讨厌男人沾花惹草 他能不生气吗 柳如是在气头上 没发现妹妹正在调侃他 猛地一捶桌子表示 那天他喝醉了 那个女的也不知道 怎么到的他床上 柳一白看了看时辰 天前大会快开始了 赶紧表示不跟哥哥闹了 该出发去会场了 柳如是刚走出大门 就又被师弟给拉住了 师弟调侃道 师兄 那不是天狱姐吗 她不会是在等你吧 放眼看去 人群中一位美女格外显眼 正在四处张望着 好像在找着什么 看来林天狱还在为那件事 耿耿于怀 就在二人四目相对的瞬间 天狱猛地扭过头 装着没看到柳如是 与此同时 我和思思正在前往 天前大会的路上 我想起前两天 自己炼制的两颗小糖丸 于是便问思思 要不要尝一下这新品种 思思知道我是一番好意 但是也知道 我炼制的丹药的威力 生怕去会场炸了茅房 赶紧表示 现在不能吃这个 这是糖丸 又不是丹药 我把药丸放到思思嘴边 试一塌尝一下 思思接过我手里的糖丸 放进嘴里吃了起来 嗯 好甜 真好吃 看着思思吃得正香 我赶紧问她 怎么样 感觉这个糖果有市场吗 咱给宗门搞个副业什么的 思思赶紧接我的话说道 能赚钱 能赚钱 看到这么懂事的思思 我疼爱地捏了捏她的脸颊 思思见我欺负她 举起她的小拳拳 便要捶我胸口 我嬉笑着抓住她的小拳拳 好大的胆子 竟敢袭击掌门 就在这时 柳一白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这里 指着我大喝一声 淫贼 放开那个姑娘 我看到柳一白的到来 瞬间大喜 这不是上次被我救下的 那个女孩吗 但是转念一想 现在被她误会了 不宜暴露身份 赶紧捂住自己的脸 就在刚刚 我和宗门弟子思思 只是在打闹 却被柳一白 误以为我是淫贼 她一个闪身 便倒在四天里 完全没有认出 我是那天晚上救下她的人 思思一脸尴尬 正准备解释 柳一白常见横胸 向我大声喝道 淫贼 你是哪门哪中的孽徒 抱上明买 突然 我发现柳一白 跟那晚不太一样 凶巴巴的 于是赶紧向柳一白解释道 你误会了 我不是 我没有对她动手动脚 柳一白则表示 她亲眼所见 不可能误会 而且如果是正人君子 又怎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 和一个姑娘拉拉扯扯 思思眼见不可收拾 赶紧站出来解释 这时柳一白才发现 我和思思原本就是一个宗门的 这女人 你又不听我解释 我看着很像淫贼吗 没曾想柳一白还不依不饶 表示即便是闹着玩 男女也授受不清 希望我们好生注意 哎 上次就她说我是登徒子 这次见面就变成了淫贼 柳一白是不是对男人有什么误会 我正准备对她几句 却被思思叫住了 原来思思是怕在赛前 跟其他宗门结院 会对咱们运先踪不利 赶紧拉过我就往天前大会赶去 没想到这小丫头 想得还挺周全 好巧不巧 我们前脚刚走 柳如是便赶了过来 她正准备开口 跟柳一白说点什么 柳一白一句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搞得柳如是一脸猛 以为是在说她自己 那晚上的事 反应过来的她一脸抓狂 我 我什么都没做啊 无缘无故又来一顿筹码 来到天前大会的会场 这面已经是人山人海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我和思思悠然地来到 孕仙宗休息的帐篷 小七啃着一根玉米 出来迎接我们 师叔 怎么现在才到 话说你这玉米 好像啃了十多集了吧 我气冲冲地坐了下来 跟小七和全儿解释道 刚才路上碰到 林霄宗的柳一白 非说我猥亵思思 真是瞎了眼了 思思有什么好猥亵的 要什么没什么 思思一听就不乐意了 表示自己还小 那些什么东西 早晚也会有的 我刚才真是气昏头了 忘了思思就在现场 赶紧陪着笑脸 向她道歉 我正跟思思闹得气劲 全儿尴尬地咳了几声 让我注意形象 真是哪里都有她 既然如此 我赶紧一本正经地坐了起来 询问着全儿 这次的参赛弟子都有谁 全儿一一地介绍着 把小宁 四丰 笑儿叫了过来 吴小宁是吴全儿的徒弟 擅长伪装 吴四丰也是吴全儿的徒弟 擅长气场 吴孝则是吴老七的徒弟 擅长制造可燃气体 看到他们几个 我想起了前几天 师父跟我交代的话 由于师父担心 众弟子的实力 想让我混进去参赛 于是便问全儿 是不是每个宗门 参加天前大会的人数的固定的 结果全儿的一番话 让我格外失望 要怎么才能混进去呢 出师的场地 就是一个普通擂台 除非换一张脸 否则根本混不进去 不过现在 他们都是天煞之体 保住个倒数第一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小气见我沉思了许久 赶紧关切地问我怎么了 我赶紧表示没事 只是有点困了 想睡一觉 为了不让全儿打扰我睡觉 我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我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 拿出两张画着眼睛的纸片 啪的一声 往眼睛上一贴 随后身体向后一抖 就昏睡了过去 全儿看着我这 行云流水般的操作 也只有探服的份 大家快看 思思好心居服 这个摔倒的女人 没想到这女人的一番话 竟吓掉了小气 珍藏了十多集的玉米 就在刚刚 由于太累 我便在天前大会 遇先踪的帐篷里 睡了过去 就在全儿责备小气 把我灌坏了的时候 一个紫发女人 我救命 跑进了我们的帐篷 脚下一个亮枪 一种摔倒在地 众人怕这女人 对本掌门不利 剑撞赶紧挡住了她 这个女人抬起头来 楚楚可怜地请求众人住她 对着这个女人 赶紧上前把她扶了起来 小气手捧玉米问道 这次天前大会的主持 乃是玄自门的摆纳 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这里造次 这紫发女人倒是毫不客气 舍过思思的袖子 便擦起鼻涕来 还说思思要拔掉她的衣服 还要把她吊起来打 思思听闻一脸亥然 就连小气珍藏了十多集的玉米 都被吓破了什么 就在大家六神无主之际 这女人的眼神向我瞟来 见我端坐在椅子上 一言不发 顿时心里一阵发毛 小气缓过神来 询问女人到底是谁要害她 说出来大家才能帮助她 就在这时 外面一个女人的音响起 让各位见笑了 在下路新闻弟子陆玲珑 随之一男一女 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陆玲珑指着旁边 拿着酒壶的男人 继续介绍道 这位是在下师兄 陆子豪 看着陆子豪的表情 猛地灌了一口酒 就算没睡着 以他这点实力 还不够我塞牙缝 陆玲珑则赶紧向众人解释 表示这个紫发女人 是他的师妹陆琴琴 比较调皮 玩笑开过头了 希望大家原谅 小气和全儿听到 他们是陆仙门的 赶紧向陆玲珑询问 陆老爷子出关了没 陆玲珑则感谢他们的关心 表示陆老爷子还未出关 说着伸出手拉着陆琴琴 就准备往门外走 没曾想陆琴琴突然抱起 一把拍开陆玲珑伸过来的手 便向我所在的地方跑了过来 全儿看到这一幕心想 糟了 师叔还在睡觉呢 陆琴琴跑到我旁边 紧紧地抱住我的胳膊 离乎中 我似乎梦到 两朵软绵绵的云朵 簇拥着我 陆玲珑看到师妹 竟如此不懂事 竟敢跑到别派掌门面前 还拉拉扯扯 当即大喝道 陆琴琴 你给我过来 一点礼数都没有 全儿见一群小辈大闹 也不想一般见识 随即倾咳几声 表示这是他们宗门内部矛盾 让他们回宗门自行处理 陆玲珑赶紧上前 把陆琴琴拉到帐篷外 让其跟他回宗门 谁料陆琴琴 又一巴掌将其拍开 哭喊着往外面跑去 陆玲珑随即转身 便向众人败别 同时还忧心忡忡地 瞟了我一眼 见我始终都是如此淡定 心里直呼草率 终于 这几个小辈 总算是闹腾完了 目送他们远去 小气缓过全男 一个劲得很危险 直到听见我喊声大喜 开猛个拍了下脑门说 叔祖啊 快醒过来吧 这陆仙门跟咱们有仇 怕是来者不善啊 没想到小气倒是 看明白了这几个小辈的意图 便提醒三人 比赛一定要谨慎 别丢了性命 与此同时 陆仙门帐篷内 陆琴琴已然端坐在椅子上 悠然地吃着苹果 陆玲珑和陆子豪 缓缓地走了进来 大家快看 只要被这个女人看一眼 就会秒遍她的小可爱 大家想被她看一眼的话 就在评论区输入666哦 就在刚刚 一群陆仙门的小辈 来我们运仙踪的帐篷 闹腾了一番 还污蔑我们思思 要扒了她的衣服 还要把她吊起来打 见我深不可测 这几个小辈 回到陆仙门 铺盘了起来 最后他们三人 得出一致节路的高手 这真的是高手 帐篷外 天前大会已经正式开始了 一阵压迫感极强的旋 向着会场众人扑来 旋风散去 一位美女偏偏落在会场中央 原来这就是今年的主持 单千秋 今年的天前大会 弟子门的角逐 除了往年的老五门 还新增加了三个宗门 其中便有逆声门 众人听到逆声门 不由的都往逆声门所在的帐篷看去 里面坐着两男一里三人 那老者神情猥琐 一看就不像正派人士 女子妖艳动人 应该是练魅惑一类的功法 只有那个书生模样的男人 看起来正常一点 听到逆声门这种邪教 也能参加天前大会 众人瞬间就不乐意了 随着善大美女的掌声响起 一面面金黄的旗帜 从天而降 这次的天前大会 分为初赛和决赛 选手共24人 第一轮两两一组 比试输的淘汰 剩余12人进入决赛 以到达翠湖的先后顺序 排定名次 善大大大大美女补充到 唯一的限制就是不能杀人 在比赛中打伤打残 也是常见的事 不予追究 小七和拳儿 看着逆声门众人 对今年的比赛 更加忐忑起来 随即 山大美女更是宣布了 一个重磅消息 这次天前大会 金玄自门和陛下商议 守卫将直接晋级天字门 此言一出 整个队口直接成立 作为去年第一的林霄宗 柳一白非常不齿 今年的规则 看着逆声门的众人 深知他们做事向来没分寸 这次他们肯定会为了 拿到第一不择手段 蓝念见柳一白 看着自己热情地 抛了个飞腕过去 宁妃看到蓝念一脸妩媚样子 便问道 你又在勾引谁呢 蓝念对宁妃抛了个媚眼 娇羞地问道 我就跟林霄宗的小美女回个礼 怎么在你这里 就成了不知简点的女人了呢 宁妃白了她一眼说道 难道不是吗 蓝念伸手轻轻地掐着宁妃的下巴 小飞飞 我知道你一直缠人家的身子 吃不到葡萄 就不要说葡萄酸了吗 宁妃正准备说什么 突然一阵香味扑鼻而来 宁妃秒变舔狗 抱着蓝念的大腿就蹭了起来 地旁的王泽渊健壮 赶紧制止蓝念 开始说叫起来 蓝念笑道 咱们逆声门风评好过吗 我怎么不知道 王泽渊还试图挽回 便表示要重新树立形象 突然蓝念脸色一沉 冷声说道 可我怎么记得 掌门派我们来杀人呢 假如这两个美女要打架 你们会帮谁 评论区留下你们支持的对象 就在刚刚 蓝念施展魅术 魅惑了盆门的女人 王泽渊赶过来 对蓝念说较紧 还指责他误解了整人的意思 在漆头上的蓝念 一脚踢开 正在蹭他大腿 够东西 你可怕 有心思 宁妃重了他的魅术 赶紧皮别皮别的把 继续蹭着蓝念的大腿 蓝念觉得 可以借宁妃之手 给王泽渊一点点 便表示 如果他去杀了王泽渊 想做什么都可以 宁妃听闻阴陈队 对王泽渊说道 老子的幸福就靠你了 随即使出自己最擅长的毒攻 向王泽渊攻去 王泽渊赶紧举手投降 表示在此处用这攻法 会波及到其他宗门的人 实则内心的真实想法是 其他宗门毒死几个 好像也不错 眼见宁妃的攻击 就要击中王泽渊 突然一股强 就给你起来 宁妃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重重地砸的 瞬间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老坛 吐出来一半 善千秋随之出现在他们面前 表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让他们不要影响到其他人 并让兰念赶紧解开 宁妃身上的魅术 兰念自己实力积极 只能遵照奔赴 死他了宁妃的魅术 宁妃醒来气得暴跳无恶 裴胸顿飞 当即被兵妃要弄死兰念 善千秋阴沉着脸 奉劝他们不想死的话 就安静地看比赛 没想到宁妃已然气急败坏 问到善千秋 你算哪根葱 敢命令老子 好在王泽渊知道他们不是对手 赶紧拦下宁妃 本就气急败坏 想找人出气的宁妃 还碰到个自己打不够的高手 顿时火冒三角 地旁的蓝面 看着宁妃抓盘的样子 笑得合不拢嘴 刘一白看着他们手足相残 不由地担心起后面的比赛来 就连林霄宗的掌门都不减 为什么会让逆生们参加这次大会 这弟子倒是觉得 在赛前暴露实力的做法有点愚蠢 刘一白则表示 也有可能是在作戏给他们看 总之不论如何都不能掉以轻心 一个时辰后抽签环节终于结束了 即将迎来第一场比赛 今天将有三组对阵 第一场 琉璃宗双天玉对战吴长宗上针 第二场 千真门江阳对战运仙宗吴晓宁 第三场 陆仙门陆琴琴对战万鼎门孙寻珍 随即双天玉跟上针站上了擂台 一场空前的殊死大战即将展开 如果在比赛中 雨还对你塔顾心黑 你还会不会跟他继续比试下去 记得评论区留言哦 就在刚刚 天前大会的第一场比试拉开帷幕 双天玉和上针来到擂台上 双天玉从容地取下头上的发簪 拿在手上 吹动着体内的煞气 一丝金色的光芒 明亮着发簪 上针剑摸不清对方的虚实 立马闪身后退 双天玉剑装立即表示 拉开距离也没用 随着煞气的吹动 手里的发簪越变越大 越变越长 最后竟然形成了一起长剑 实践则近战 上针剑双天玉的武器实践 瞬间大喜 得意地问道 是吗 听到这话双天玉大感不妙 地上一个蛇影正向自己袭来 竟然能在她毫无察觉下示众 看来上针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不过这点伎俩难不住双天玉 只见她嘴角上扬 举起手里的长剑 这蛇影顿时消散的无影无踪 双天玉剑一击得逞 便表示吴长宗这些年没什么掌机 还是只会这些偷鸡摸狗的手段 随即大声一声 面对疾风法 后不正面对绝法 飞身便向上针攻去 面对双天玉的攻击 上针也愿意 在躲闪的同时 也在暗中不下了陷阱 双天玉见上针直躲不攻 便嘲讽道 我看你能逃到哪里去 吴长宗的冲阴阳也不过如此 不是说可以摧毁精神力吗 我倒要看看有多厉害 上针则微笑着表示 谁人不知 琉璃东的无双大小姐精神力 无人能破 还没傻到去挑战她的特长 随即伸出手掌 凝聚煞气 双天玉殊不知整个擂台 都已经被上针布下了骨 看着脚踩的蛇影 还挑战地说道 娇虫小技 发臂 挥剑便向蛇影砍去 哪知这一剑 竟然透过了蛇影 砍了个寂寞 双天玉猛然震惊 怎么会砍不到 上针见胜券待物 则表示她的冲阴阳 已经能在虚实中转换 这一局赢定 随即冷笑着 堵出两个字 束缚 话音刚落 双天玉全身顿时遍布蛇影 欲向她撕咬过去 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一幕 上针自信地指着 双天玉说道 胜负女分 柳如是在台下 看到这一幕 顿时感觉 头上顶了整片 护伦贝尔草 手指深深地扣紧了 把手里面 急急站起身来 对上针好道 我要杀了你 师弟赶紧起身 抱住柳如是 让她冷静下来 快看 杨江怎么了 随着人群里 一声惊呼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在另一个擂台上 杨江一动一动 眼神多闪 脸红得跟猴子屁股一样 男人右舌 将女人捆帮起来 为王花式 另一个擂台上 杨江一言不发 眼神多闪 脸红得跟猴屁股一样 看到吴小宁 用出这样的招式 全而一脸懊恼地拍着那个 小宁这丫头 又用那一道 蓝念默默地 看着这熟悉的招式 自言自言 杨江看到幻觉了 还是他不敢直视的幻觉 明飞听闻赶紧问道 他是怎么知道 蓝念则表示 男人色星大起的时候 都一个人 他再熟悉不过 再看向那台 吴小宁正让杨江过去 杨江满脸通红 让吴小宁赶紧把衣服先穿上 这里人多不合适 吴小宁一脸自信 向着杨江走去 你为什么不敢支持我 你不想赢了吗 杨江健壮 赶紧把羞红的脸扭到一边 急切地说道 别别别 你别过来 随着吴小宁越走越近 杨江看到了更震撼的一幕 吴小宁袒露着心扉 向杨江走来 杨江心里直呼成何体统 赶紧让吴小宁停下 这只是个比赛 犯不着牺牲这么多 吴小宁则表示 如果他输了的话 他师父会不开心的 与此同时 杨儿正在懊恼自己管教不力 交出了如此徒弟 小七赶紧追问杨江到底看到了什么 杨儿气急败坏 表示他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问他 在看向擂台时 比赛已经结束 杨江赶紧把自己的披风 给吴小宁披上 表示自己认输 这一举动让吴小宁刮目相看 瞬间好感度提升100% 脸也变得羞红 喃喃地问着 真的 真的 说完 杨江转过身 缓缓往擂台下走去 与此同时 随着一声搞定 陆琴琴欢快地从擂台上一跃而下 第三个擂台的比试已然结束 再看向第一个擂台 只见双天一眼就破了数 陆河一声 将手里的长剑高高抛起 长剑散发出雷霆之势 携着万千发簪向上针攻去 上针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大惊失色 还能这样 随着丹千秋一声轻壳 三个擂台的比试已经结束 获胜的分别是琉璃宗双天玉 运仙宗吴小宁 陆仙门陆琴情 了解完对手实力的蓝念 起身深了个懒腰 表示要回去美美地睡一觉 王泽渊赶紧追上来提醒他 别忘记晚上要做的事情 蓝念冷冷地表示忘不了 就是一天没见到运仙宗的掌门 说着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估计味道一定很鲜美吧 比赛一结束 全儿就走进帐篷试图叫醒我 哪知道我竟然对叫醒服务免疫 没办法 全儿只有吩咐弟子把我扶回去 没想到吴霄怎么拔都拔不起来 感觉我的屁股像是被粘在椅子上一样 全儿气得火煲三丈 连连坐下 赶紧让他们连同椅子一起抬走 没想到这一幕居然被柳一白他们给看到了 想都不用想 我这优美的睡姿必然又被他给误解了 果然 我们还没走远 他就跟哥哥议论起我们 什么顽固子弟 欲清真人老糊涂了 让我来做掌门什么的 柳如是心里一直想着双天玉被捆绑的那一幕 完全没有心思听他说话 柳一白也看出了哥哥不太对劲 正准备询问 柳如是以有急事为由 头也不回地往处运运进去 就在刚刚我在天前大会上 美美地睡了一觉 醒来已经是子初十分 我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 才发现尊儿也在床上 尊儿见我醒来 生了个懒腰 告诉我师父让我去天眼洞 还不能被人认出来 我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 问着师父还交代什么没有 突然想起师父说过他不能下山 这尊儿又是怎么知道的 尊儿指着桌上一堆凌乱的鸟猫 表示我师父让一只鸟来送信 结果他正好饿了 就给吃了 我听闻一脸嫌弃 这都能吃得下 太残忍了吧 你这是当刺身吃的吗 尊儿则表示他平时吃的还什么 那倒是 不过这都修炼成人形吗 该学着吃点人吃的东西了 比如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尾尔 随即我便把豹菜名给说了一遍 不过动物修成人形 是传说中才有的事 听得尊儿一脸茫然 尊儿则表示 是我不爱读书 咕落网 过了拜赏尊儿 才恍人大悟 那岂不是说我的身份 不能被他人所知 我告诉他 如果消息走漏 很有可能会把他关起来研究 甚至可能抓回去 首先就给你绝约 听到这句话 蒸鹿瞬间炸开了帽 赶紧让我带他上山 找师傅问明情况 既然如此 事不宜迟 赶紧出发 穿上好几级没用的夜行衣 上面还残留着柳衣白的香味 我和尊儿在房间上不停地穿梭着 突然 下面的一阵响动 吸引了我们注意 下面赫然出现 三个穿着夜行衣的人 看这方向 应该也是出城办事的 尊儿则让我少管闲事 免得暴露身份 越过城墙便来到郊外 我发现这三人的方向 几乎跟我们一致 也是三圣山 与此同时 小树林里 柳如是似乎在等什么人 嘴里喃喃的念叨 都指出了 不会是放我鸽子吧 忽然 一个声音响起 拔断了他的思绪 柳如是赶紧俯身躲在草丛里 原来是吴小宁 他怎么跟对手私下见面了 只见吴小宁满脸羞红问着杨江 今日彼时为何要认输 杨江也是满脸通红 吞吞吐吐地表示他不打女人 还让吴小宁以后别用那一招 这显然是想吃毒食 还是得让各位看官 一饱眼福才行 吴小宁则表示 他是特意来归还董旁 草丛里的柳如是 看着牛女捏捏的两人 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干嘛 就在这时 上针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没发现外面 还有两个正在缠绵的情侣 直接就问柳如是约他干嘛 柳如是赶紧提醒上针小声点 但是这一举动 已经暴露了他们的存在 杨江听闻赶紧拉着吴小宁的手 就往树林伸出跑去 就在刚刚 我收到师父召唤我的消息 在路上碰到三个 跟我方向一致的飞翼人 我和尊儿跟随三个黑翼人 来到了翠湖边上 躲在草丛暗中观察了起来 原来是逆声门的人 这三人该不会是来脆火偷裂的 尊儿见状立即表示 只要不妨碍我们 就不用管他们 哟 俗话说好奇害死猫 我看尊儿能活千年 突然 又一阵小动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来者又是一个 穿着夜行衣的人 看来今天晚上有些热闹啊 这黑翼人落在我们不远处 暗中观察着逆声门众人 仔细一看 来人竟然是柳一把 我赶紧小声向他打招呼 柳一白也认出了我 正是上次做过他的利用 我赶紧向他跑去 问道 你怎么又到这森林里来了 不怕这林中的猛兽了 没想到他竟反问我 又为何在此 我赶紧表示 我就住在这森林里 见柳一白不太相信 我继续解释道 不然我怎么会跟翠湖的 那些灵兽这么说 谈笑间 柳一白发现了 趴在我旁边的尊儿 我赶紧跟他介绍道 这是我的宠物 叫尊哥 来尊哥 给小姐姐喵一个 见到这么可爱的猫咪 柳一白表示 很想录一下 虽然尊儿一再抗拒 甚至还威胁我说 如果这女人摸他 他就让我死无暂身之地 但是为了女神 只能牺牲一下他 就在柳一白伸手 准备录他的时候 他都还在抗拒 没想到下一秒瞬间破发 尊儿竟然是一只 没有节操的猫 柳一白录着尊儿 表示自己想去天眼洞 我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他上次来到这里 是想去找师傅 紧接着 他竟然想要看我的样子 其实让他知道 我是无用也没什么 只是师傅 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去找他 还是算了 等时机成熟再说吧 于是我果断拒绝了 他的要求 柳一白满脸失落 表示我不愿意就算了 今天只是心情不爽 想找个人聊天罢了 我便问他怎么了 没想到 他竟说了一堆 让我扎心的话 什么河门内弟子 打情骂俏 什么比赛结束 还被人带椅子抬回去 什么欲亲真人 选了个顽固子弟 什么望我将他奉为闺孽 句句都让我如芒在辈 说完便起身要走 虽然他刚才把我洗刷了一通 但也是对我期望较高所致 也没跟他一般见识 随即便表示 如果单独遇到这三人 恐怕会对他不露 柳一白默默地转过身 失落地问道 你我萍水相逢 为何这样关心我 我赶紧表示 我只是热心群众 还把随身携带的玉佩 送给他防身 这块玉佩上有我的煞气 带上这块玉佩 这森林里的猛兽就不敢近身 柳一白接过玉佩 忧心忡忡向我问道 若要寻我得去何处 我让他每月初时 都可以到翠谷边上找我 柳一白沉思片刻 楠楠说道 那不就是三天后 随即兴起地笑了起来 那我们三天后不见不散 说完身形一跃 就消失在我们眼前 柳一白走后 尊儿许久才缓过神来 表示被柳一白露得很爽 还好他定力深厚 是吗 我看尊儿完全是被露得飘飘欲仙 欲罢不能 随即 我们继续向着师父的方向赶去 就在刚刚 我跟踪逆声门的三人 来到三盛山 同时也偶遇柳一白 在跟他交谈的时候 逆声门三人已经离开 这三人静止来到师父修行的地方 发现此处竟设有八级金锁镇 此镇法 同将千军万马困于其中 但八位施术者 必须以寿命和煞气陷阱 看来当年那些人 为了困住我师父 连命都不要 明非想到 马上就能拿到那块 和我一起坠落的鱼石 邪恶地舔了舔嘴 结果这一举动 却遭来了蓝面的嫌弃 没曾想 二人却因此争吵了起来 果然不是正经门派的 形式就是不一样 就在这时 师父的声音从洞内传来 小朋友们 到老夫的天眼洞来 有什么事啊 这三人被师父 如红中般的声音 吓得愣在原地 随即师父 掀气飘飘地走了出来 最近找老夫的人越来越多 没曾想 都是你们这些后辈 没想到 宁非竟嘲讽我师父 他一直把我师父 想象成天神下凡 如今看来 也不过是一个脑袋 两条腿的糟老头发 我师父哈哈一笑 天神不也是一个脑袋 两条腿吗 显然师父已经生气了 这几人不了解我师父 是我的话早就溜了 宁非也不再磨叽 伸手就向师父讨要石头 师父拿出和我掉下来的 那块石头 这个 掉的话就拿去吧 随手便将石头 丢到宁非面前 这三人没想到 我师父这么爽快地 就把石头给了他们 感觉和他们所想的剧情 完全不搭 一时间满脸惊诧 不知所措 宁非拿着石头 觉得我师父在忽悠他们 我师父则表示 如果不信 就去他洞里搜一搜 有喜欢的都可以拿去 这王泽源也不太相信 师父会这么轻易 给他们石头 当即表示 他们是逆生门的人 不想为难我师父 师父听闻便问道 你们掌门是不是脚无有用 宁非见他们互相认识 便拱手达道 正是 话音刚落 只听师父沉声问道 见到师爷为何不跪 手里也凝聚起雷霆之力 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也随之袭来 宁非见状赶紧后撤 手里的石头 也被吓得掉到地上 在一旁暗中观察的柳一白 拼问我师父 是这三人的誓言 也是惊讶的何不拢嘴 王泽源和蓝念 赶紧分析了起来 无信是孕先宗的宗信 难道掌门 曾是真人的徒弟 原来他们的掌门 十九年前 偷袭我师父谋权篡位不成 被我师父逐出运仙宗 我师父不想跟一群小辈一般见识 随即便转身准备回洞里 这宁非应该是没遭受过社会的毒打 竟扬言要让我师父化为一滩血水 说着便一脸争鸣 向我师父攻去 没想到我师父只是随手一挥 宁非的攻势便瞬间消散 然后恼怒地问道 我一个老人就不配有些许宁静吗 我师父这表情说明这三人很快就要玩完了 见宁非的攻击被我师父云淡风轻地就给化解了 蓝念心想不能跟着他们找死 就在这时 王泽源叫做老师父 随即拿出法器 向 结果话还没说完 就被蓝念打断了 赶紧表示是王泽源和宁非二人 与他无关 这一举动差点让王泽源和宁非 就掉了下午 就在两人一时间无奈 尴尬之际 突然瞪大了眼睛 脸色倒变 似乎看到死神向他们走来 一股强大的冲击波直冲天际 我老远地看着这一幕 全身已经颤抖起来 就连尊儿都能看出师父生气的程度 我瑟瑟发抖地表示 那雷劈到身上有点疼 还是等师父气消了 下次再来探望他老人家 赶紧转身就往回跑去 就在刚刚 蓝念给我种下了鸳鸯解 我感到一阵眩晕 瘫倒在地上 他趁机遇对我图谋不轨 好巧不巧 柳一白这时竟然也路过这里 见到这一幕 柳一白瞬间大怒 指责蓝念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做出如此行径 蓝念随即调侃道 现在黑灯瞎火的 哪来的光天化日 我躺在地上不能动他 见到柳一白的到来 更是不知所措 如果被他看到 我这一世英明就完了 随即二人便为男女情爱 伦理问题争论了起来 一个认为男欢女爱 繁衍后代乃是天性 他只不过是释放天性罢了 另一个则表示 公然谈论此等问题 伤风败俗 没想到最后蓝念几句话 对得柳一白哑口无言 柳一白直呼无耻 就在他们争论的时候 我感觉身体能动啊 但是现在我该怎么办 算了 还是继续装死 与此同时 蓝念知道鸳鸯节的时效过了 用手戳着我 让我赶紧起来 而这一举动 也吸引了柳一白的注意 转过头 向我所在的地方看来 心里还想着 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没办法了 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他认出来 我赶紧一个鲤鱼打挺 向他冲去 然后 闪身到他身后 在他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一掌将他拍晕 顺势把他搂在怀里 蓝念见我怕被柳一白认出 不怒反笑 表示有鸳鸯节在 我不可能和别的女人乱来 而他对我也是认真的 随即让我记住他的名字 就往城里跑去 我将柳一白 放在他们宗门前 敲了门 在确定柳一白安全过后 才放心地往师父的方向赶去 师父见我这么久 才到天眼洞 也没有责备我 而是闻了闻 就知道我遇到好事了 然后调侃了我一番 便要给我一件宝物 于是伸手在一个 不可描述的地方 摸索了一会 拿出一个小瓶子 表示里面装的是预露丸 得用体温存放 所以他随手便放到那里了 我一脸嫌弃地 让师父赶紧拿开 没想到师父竟将药瓶丢了过来 表示这个药丸 可以改变容貌两个时辰 以后也许有用得上的地方 我一脸无语地看着这药丸 想起师父被八级精锁症困住的事 当即便表示 要为师父他老人家报仇 然而师父却一言不发 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告别师父 回到太医工 忙碌了一大碗的我 赶紧贴上眼睛贴纸 躺在床上就睡了过去 然而 我房间的窗户被打开了 一个人影从窗户溜了进来 就在刚刚 我得知今天要参加比试的吴四风 在昨晚无故被打成重伤 于是便拿出师父 给我的身体瞪眼网 表示能通过这个 变成四风的模样 替他去参加比试 全而一直认为 我实力也限 只是按照他的吩咐 在装高手 对我一再阻止 怕我在赛场上挂掉了 他们又得再找找 小七则想着 加害四风的凶手 如果在赛场 看到生龙火虎的四风 必然会露出马脚 觉得还可以尝试一下 全而见大师兄 都这样说了 也无话说 只能无奈答应了下来 我扶下身腿瞪眼网 来到小您的房间 对着镜子鼓刀了起来 片刻之后 一个生龙火虎的吴四风 出现在他们面前 全而见身腿瞪眼网 竟有如此功效 秒边笑脸 或者脸皮 想找我讨要两颗 我见识到这么好 这要笑 哪里能给他们分享 既然脸皮这么厚 就去找我师父讨要吧 安顿好四风后 便带着众人 来到了天前大会的赛场 没想到蓝念 已经在我们运先宗的 帐篷外面熟了 似乎在等什么人 我心里想着 这女人真是阴魂不散 不愧是想重复 昨天的故事吧 见我们过来 蓝念赶紧向全而 询问我的动向 一向正派的全而见状 没好气地告诉她 今天长文不在 蓝念没有发现 人群里的四风 就是我假扮的 便转身离去 没想到蓝念前脚刚走 全而回头 便叫我掌门输足 我赶紧让她打住 别暴露了我的身份 全而又秒遍正经理 问我跟蓝念 有什么来往 还表示 昨天在现场 他那些不堪落幕的手段 实在难以启齿 我赶紧派着胸部表示 以他们掌门师叔的性格 不可能跟着妖女游往 就在这时 单千秋带着一行人 走进赛场 当即就宣布 今天的比赛 有两处调整 第一处是 因逆胜门的宁飞 和王泽渊无故弃拳 他们的对手 双晨和孙星辰 直接进击 曾经认为 逆声能有 又是一片哗然 善千秋轻可两声 事已众人安静 宣布今天的第二件事 就是比赛重新抽签 小七和拳儿听闻一愣 重新抽签 他们的掌门叔叔 就可能碰不到上千了 向吴长宗的帐篷看去 上千的脸色 完全看不出任何人 似乎似风的 是与他无关 随即 善千秋公布了抽签结果 我对战的是 万鼎门的孙玉龙 无效的对手 则是努一摆 无效听闻 赶紧向拳儿表示 他不打女人 拳儿一眼就看出了 无效心虚 表示说就说了 平常心对待就行 无效见师父都这样说 转身便誓死如归的 向赛场走去 我见状赶紧冲上去 叫住无效 告诉他 对付幻术最好的方式 就是放空自己 什么都别想 俗称百难 拳儿听闻直呼宗门不幸 想到万鼎门 近几年风头震盛 孙玉龙的实力 更是深不可 飞机便用眉头所皱 担心起我的安危来 善千秋 缓缓走到擂台中央 今天的比试正式开始 我刚走上擂台 孙玉龙就扬言 要把我打出事 面对这种威胁 我瞬间燃起战争 不过我运先踪 千年前也是大宗门 自然不能乱了理数 飞机抱拳行李说道 再下运先踪 谁知话音 一道强力的闪变 一手调音 只听 孙星辰四周顿时 飞沙走时 烟成鬼 孙星辰瞬间 背着倒雷劈的 蹊跷上烟 俨然变成了一个阿三 我莫名其妙地 看着这一幕 诶 啥情况 我都还没出手了 我就行了的理 这家伙怎么就被雷给踢了 善千秋 见状也瞪大了双眼 这一击震天雷 跟玉青子互相上下 玉先踪的弟子 什么时候这么厉害 初次上赛场 这种情况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赶紧尴尬地向 善千秋问道 这算我赢了吗 善千秋还没回过神来 半天吐出来一个字 算了 随而见我行李间 便秒杀了孙星辰 更是惊掉了下巴 立马找到师兄 小七问道 有没有看清楚那招 那可是真人的上乘违法 真人是四十岁 才初步掌握的 小七听闻表示 他也不清楚 赶紧向我问道 掌门师叔 你真的只有十九岁吗 随即 善千秋宣布比赛结果 无似丰盛 在场众人也随之一阵 孙星辰的两个师兄 赶紧跳上擂台 三人相踪而弃 就在刚刚 我登上擂台 只是礼貌性地 行了个礼 却召唤来 逼了个半死 他的两个师兄健壮 赶紧慌慌张张地 跑上擂台 确认他的伤势 没想到孙星辰 这么不惊叹 一句话没说完 就晕死过去 吓得大师兄 老泪纵横 他的二师兄 更是怀疑我作用 一个地界的宗门的弟子 怎么可能秒杀 他们的师弟 于是便跟 善千秋提出 要跟我单挑 还扬言要当着 众人的面子揭穿我 他们大师兄健壮 拉着他的手 一个劲地给他打气 见善千秋 我没有委会 随即三兄弟相拥而弃 善千秋便来询问我的意思 我赶紧表示 我不能做主 得让师父做决定 没想到 这小子在非分之余 竟然嘲讽我是师王 堂堂七尺男儿 还要去找师父 我一听就不乐意了 便耍起皮来 跟他说道 我若不答应 你也拿我没有办法 气得他们大师兄 咬牙切齿 我赶紧走下擂台 找到小七 告诉他 刚才那个振天围 是无法 我不一定能再使出来 那个孙星辰 气势如虹 我怕打不过 该是不比的话 岂不是坐实了我心虚 拳而则表示 输赢无所谓 不是我代替四封上场 这一场已经输了 让我不要有压力 既然如此 我便回到了擂台 接下了这场比试 随着善千秋交手一挥 我们的比赛 也正式开始 这小子话事真多 比赛都开始了 他还在大放厥词 什么万鼎门的星星 比师弟强十倍 哪知话还没说完 雷便向他所在的地方劈去 就那一瞬间 地面上被雷劈出四个大坑 这小子当场被吓得呆若木鸡 连白眼都翻起来了 我看着这一幕 也是吃惊不已 卧槽 要不要这么刺激 众人健壮 也是一片华人 刚才那个雷 要是劈到孙渔龙 恐怕这场比赛就结束了 孙渔龙缓过神来 竟又污蔑我们运仙踪 在场外布置外援 随即不知道是什么神功 瞬间双鱼同学 前进报告 他们大师兄健壮被吓得不轻 赶紧就想爬上擂台 阻止孙星辰施展这个招数 单千秋健壮一整 将他们摆下擂台 表示旁人不得入场妨碍比试 他赶紧解释道 孙星辰是想用天人神功 强化身体 但是一旦散工 就会丢半条命 甚至经脉禁毁 多年休息 毁于一旦 单千秋并不领情 表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要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我听闻也只能直呼狠人了 伤人七分损己三分 就在我思索之际 孙星辰 双一阶的血 即使我一起之前 报仇的一天 不由非使用 也像我提示而来 我看这家伙 也像是个政治之人 为了一个天前大会 丢了修为实在不止 便想把他困住点子 于是就是词然 没想到 我可以服输 就已带了一阵阵 狠狠地批到孙玉龙身上 带雷电散去 孙星辰已经全身冒着青烟 估计已有七分熟了 我看着自己的技能 一脸茫然 怎么会这样 我只是想困住他 雷副术在师傅传授我功力之前 便能熟练时 这次为何会引来震天雷 孙玉龙的大师兄 冲上位台 抱着他一把鼻涕一排 的指责了起来 拳儿和小七都没看清发生了啥 明明我喊的是雷副术 却又为何召唤了一记震天雷 柳一白静静地看着赛场 看着无效给他的情报 心里想着吴四峰会累法吗 参加天前大会的三个人 使用的法术各不相同 真是个奇怪的宗门啊 随着扇千秋宣布我获得胜利 我赶紧借机逃下了擂台 我找到拳儿跟小七 告诉他们 我的身体好像出现问题了 明日的大会我就不参加了 我得去找师傅问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即头也不回地往赛场外走去 没想到这一幕真好被蓝面发现了 看我走得这么急 一定是有事发生 便立马跑到扇千秋面前 宣布弃拳 便朝我的方向赶了过来 扇千秋看着蓝面的背影 想着逆天门的人 行事如此乖张 参加的大赛 三个人全部弃拳 一脸惊懒 就在刚刚 这个女人发现我离开赛场 便主动弃赛 悄悄向我的方向跟了过来 由于我是一荣成 吴四峰的模样参加比赛 便准备先回宗门 换回自己的模样 再去天眼洞着师傅 没从小蓝面已经在 我回宗门的必经之路等着 见我过来便向我问道 神色匆匆的去干嘛 我被她突然的出现吓了一跳 没意识到 现在是四峰的模样 便一脸嫌弃的说道 是你啊 蓝念听闻妩媚一笑 我 难道你认识我 我赶忙解释道 逆生门的蓝面吗 当然大家都知道 蓝念看着我一脸紧张的样子 饶有兴趣的把我逼到墙角 上身更是向我贴了过来 还装呢 我亲自给你中的鸳鸯节 你当时摆设啊 我见这里大庭广众的 被人看到 我被一个妖女壁咚 传出去脸上实在挂不住 便打算找个偏僻点的地方 把事情说清楚 没想到蓝念见我拉他的手 更是得寸进尺 浪荡地笑了起来 小哥哥 去哪啊 好巧不巧 这个时候柳一白也出现在这里 一眼便发现了蓝念 柳一白看到蓝念 似乎跟着无似风 便断定蓝念一定是去祸害他人 便向我们的方向追了过来 我把蓝念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没好气地问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蓝念一副轻浮的表情说道 我要做什么 那晚不都告诉你了吗 我听闻赶紧表示我们不可能 我不喜欢他 没想到蓝念听我这样说不怒反了 我们横竖就几面之缘 更谈不上情深义重 你不喜欢我很正常呀 我见他还是民事里的人 便问他还缠着我干什么 没想到他直接抱住了我的手 撒娇式地摇了起来 表示要缠着我跟我培养感情 我感觉到软绵绵又Q弹的东西 在我手腕处揉来揉去 顿时不知所措 让他赶紧放开 我这易容的时间快到了 在这里便回去 被别人看到了就糟了 蓝念倒是毫不在意 看到这里人烟稀少 便让我便就便嘛 怕什么 我见他对我动手动脚 立马表示 再这样我就要动手了 蓝念似乎吃准了 我不会打他 喊一个劲地挑逗我 我拿他没办法 只有这样了 我搂住他的腰 向上一提 把他抗在肩膀上 就往运仙踪的方向赶去 我实在是拗不过他 只有先把他带回运仙踪了 蓝念还是说着那些轻浮的话 问我是要带他去参观咱们的新家吗 还趁我不方便的时候 是我动 我气急败坏地表示 再这样 我可就要打他的屁股了 虽然我已经是急速飞奔了 但还是没能逃过柳一白的眼睛 这些事情被他看得清清楚楚 看到吴四丰靠着蓝念 柳一白断定 那晚山上和蓝念购合之人 就是吴四丰 立马决定要去一趟运仙踪 蓝念来到我的房间 东看看西瞧瞧 左张张又望望 对我这个住处嫌弃得不行 飞机便往我的床上一坐 表示他们逆声门 穷得只剩下鞋 我肩壮赶紧让他从我的床上起来 这样让宗门的人看到了 我这掌门的脸王哪哥 没想到蓝念飞弹步起来 反倒胶腿一踢 一只鞋子向我飞来 这一幕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肩 我怎么能拿女人的鞋子 不肩 这鞋子马上就要砸中我 我顿时不知所措 蓝念躺在床上表示 昨晚没睡好 要在我这里休息一会 我赶紧让他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让别人看到了 他们怎么想我 蓝念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还扬言巴不得他们胡思乱想 这样 那些美女也就不会惦记我了 还伸出食指示意我过去 就在刚刚 我在情急之下 将这个女人带到了我的房间 没想到 她竟赖在我的床上不肯起来 还伸出食指示意我过去 与此同时 柳一白也来到运仙宗门前 守门弟子告诉她 今天去参加彼食的各位都还没回来 柳一白自报家门后 便表示有重要的事情向我禀报 希望可以进去等候 这弟子见她也是名门正派之人 便把她请了进去 我始终都这么吸引女孩子的关注 柳一白想着今天在赛场上没有见到我 也不知道我干嘛去了 来到运仙宗的会客厅 我自己都被这景象吓了一跳 这特喵的都成威房了 还会什么课啊 柳一白看着眼前残破的景象 想着运仙宗过去几年应该过得十分艰难吧 如果玉清真人没有闭关 那应该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就在这时 一个小脑袋瓜从屏风后面探了出来 柳姑娘 真的是你 柳一白见到思思 便想起那天再去天前大会半路上发生的事 思思见柳一白还在误会这件事 便给她解释了这整世的来龙去脉 随即便问到柳一白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 柳一白也毫不避讳 当即就表示自己是来找吴四丰的 思思听闻一脸坏笑 调侃道 思风师哥长得的确一表人才 也难怪 柳一白见思思误会自己 赶紧跟他解释不是他想的那样 只是找吴四丰有点事 于是便想让思思带他去找吴四丰 思思这个小屁孩还是一脸坏笑 跟旁边彬彬有礼的柳一白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便把柳一白领到了吴四丰所住的院子 刚进院子 就看到准备出去打水的吴小宁 思思见状便跟柳一白说道 小宁师姐都回来了 估摸着四丰师哥也在 随即这小屁孩嘶嘶喊 四丰师哥 吴四某 一巴掌就排开了房门 两人走进屋内 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呆立在原地 只见吴四丰躺在床上双目紧闭 斗大的汗珠顺着脸颊躺了下来 刚换下的绷带在地上凌乱地散落着 柳一白更是被吓得连连后退 吴四丰刚刚还看着蓝面 怎么突然就被伤成这个样子 就在这时 吴小宁打水回来看到他们站在四丰门前 四丰赶紧向小宁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四丰师哥怎么受伤了 小宁见四丰受伤的事被柳一白撞见 担心今天我伪装成四丰替他鄙视的事会被发现 没想到柳一白压根没想这些问题 一口就咬定是蓝面所为 小宁也被柳一白这一脑回路弄得一头雾水 随即柳一白坚定地告诉他们是他亲眼所见 就是逆声门的蓝面害了吴四丰 小宁不知道柳一白在说那碗小树林的事 以为他真的看到了四丰被害的一幕 冷冷地问道 可是真的 柳一白说得阵阵有词 想必是蓝面用魅术迷惑了吴四丰 然后再将其打成重伤 说完便拱手告辞 表示蓝面应该还没走远 看看能否找到他 留下一头雾水的小宁和思思不知所措 就在刚刚 柳一白看到我在大街上掳走了蓝面 便一路追踪到运仙踪来 看到身受重伤的吴四丰后 便一口咬定自己亲眼看到蓝面所为 随即便抱拳请辞 表示蓝面应该还在附近 看能不能找到 留下一脸猛须的小龙和思思 思思觉得柳一白是名门大派之人 应该不会说谎 吴小宁感觉柳一白刚才说的油白油眼 更是坚信吴四丰是蓝面所伤 随即二人一合计 算了还是等掌门书组回来的再说 另一边 我的房间内 蓝面正妖娆地躺在我的床上 突然一个喷嚏 便断定又有人在骂自己 我赶紧问他准备在我这里待多久 哪知道他还赖上了 表示要带到我喜欢上他的那天 听到这句话我直呼 Oh my god 一时口快 一句我不喜欢女人脱口而出 蓝面借机又开始调侃我 原来你喜欢男人啊 我见蓝面什么都敢想 赶紧让他打住 表示我只是对女人不感兴趣 谁知蓝面听到这句话后 一脸坏笑 竟缓缓地截起自己的衣服来 如果这样呢 我顿时看往在原地 见他万一已经退去 我才缓过神来 赶紧冲上去抓住他的手 放在事业线上绑住 让他别费力气 我对这招免疫 就在这时 外面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却儿在外面喊道 掌门书组 有要是商议 你在房里吧 你不在我就进来了 我听闻慌得一批 赶紧警告蓝面 好好待在房间里 别乱跑 我出去半点事就回来 蓝面看到我心虚的样子 咯咯地笑了起来 让我回来的时候 顺便给他带点吃的 不然就把我给吃掉 我见蓝面如此轻浮 对他更加嫌弃 便问他 对别的男人 是不是也是这样 蓝面一脸妩媚地反问道 你在乎吗 再不开门 别人就进来了 我赶紧应了拳儿一声 转身向门口走去 走出房间 我扭扭捏捏地挡在门前 把房门合上 拳儿则让我赶紧 跟他去议事厅一下 表示此事非同小可 来到议事厅 宗门里的核心弟子 都已到场落座 我看着这一个个灰头土脸的 想着难道出了什么大事 我刚刚落座 却儿就让小宁和思思 向我秉明情况 随即小宁和思思 便把刚才碰到柳一白的经过 跟我阐述了一遍 最后思思还补充了一句 柳小姐说 她是青年所见 柳一白看到蓝面打伤无似风 我听闻也是一头雾水 赶紧表示不是那样的 这两个妹子还分析了起来 觉得自己没有理解错柳一白的话 听到这里 我才恍然大悟 赶紧跟他们解释 柳一白看到的那种无似风 是我自己 此言一出 又把小七跟全儿整不会了 纷纷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赶紧将我刚才的经历 跟他们说了一遍 我当时着急回宗门 被蓝念认出来了 然后就一直纠缠着我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 被柳一白看到了 小七和全儿 听闻不是特别相信 刚才大赛上 那么多高手都没认出我来 蓝念是怎么认出来的 我把蓝念给我种下鸳鸯节的事情 也给他们说了一遍 表示他应该能感应到我的气息吧 全儿听闻一脸悲痛地走过来 开着我见 掌门书祖 弟子对你的遭遇表示十分惋惜 甚至痛心疾首 我一脸猛逼地看着他 咋了 小七也生无可恋地拍着脑门说道 你怎么能让他给你种下鸳鸯节 掌门书祖 你等着段子绝孙吧 我见他们都一副要死表情 心里慌得一匹 脚趾都抠破了鞋子 但是表情依旧淡定地问道 鸳鸯节到底是什么咒 小七和全儿煞有架势地给我解释了起来 最后总结了一句话 要是蓝念不解除鸳鸯节 我这辈子就不能有除了他以外的其他女人 我听闻心里更慌了 为了掩饰我内心的不安 赶紧表示这都是小case了 全儿一脸比试 你现在还年轻 什么都不懂 等你再大些 后悔死你 我见全儿说得有板有眼的 感觉他莫不是有故事 全儿尴尬地清了清嗓子 表示没有这回事 就连小宁和思思这两个小丫头 都看出了全儿的心虚 万万不能深夜约女孩去小树林 不然他就会避冬你 如果你敢拒绝 或者心里还想着另一个女孩的时候 他就会坐在你身上 把你安在地上反复摩擦 我悄悄告诉各位 留下笔心 下一个就轮到了 就在刚刚 眼见和女神约定的时间就快到了 我拼了命地往约定的地点赶去 另一边 逆声门的明飞和王泽渊惹怒了我师父 我必须要进雷批的半死 蓝念看着被我师父一招打的生活 不能自理的二人 蹲坐在地上瑟瑟发倒 我师父便让一直藏在树后的柳一白早些回去 今日不想再见客 两个女人转身正准备离去 被我师父叫住 让他们收拾一下残局 蓝念当即表示 二人都这样了 就留他们在这里做肥料 没想到这两人的求生欲挺强 赶紧表示自己还有一口气 蓝念怕我师父反悔 也顾不得二人 立即飞也式的逃走 我师父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连连摇头 直呼这个丫头不讲礼貌 我潜伏在半路等着蓝念的到来 随手抓起个石头就向他扔去 蓝念被石头砸中 狠狠地摔到地上 就在他为此怒不可恶的时候 我缓缓地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他蹲坐在地上 怒斥着我不讲武功 居然暗中偷袭他 他当时是大意了 没注意才终于招 我冷冷地问道 刚才那道雷是不是欲清真人批的 蓝念随即瞬间变脸 妩媚一笑 看到我这么关心欲清真人 应该就是无用无疑 石则已经悄悄地施展起了魅术 一股喷多了香水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 我赶紧后退狡辩 我怎么可能是英俊潇洒的无用 只不过是个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好人而已 蓝念见我对他的魅术无动于衷 心想 怎么可能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能免疫他的魅术 感觉我还有点与众不同 我看他能全身而退 应该没对师父做过分的事情 不然绝对会被轰尘渣渣 便不打算继续追究 让尊儿先去天眼洞 看看师父那边的情况 蓝念见他的魅术 对我完全没有 当即就浮去了那股刺鼻的气味 缓缓向我走来 我见他瞬间转变了多种态度 料想其中定然有诈 当即就让他打住 没想到蓝念越走越近 嘴里还喃喃说道 什么找到命令之人什么呢 我赶紧让他不要过来 虽然我不打女人 但也不能过分 没想到他竟然飞幅到我的怀里 双手搭在我的胸前 诺 最后就成你们看到了这样 我的可还是出问了 不过我为人正派 一身正气 硬力深厚的我 在这种情况下 自然是不能忘了脸一板 赶紧将蓝念推开 蓝念轻敲的顶在偏嘴 随即又扑了过来 还要我做他的男人 要给我生猴子什么的 看我一脸手足无措的样子 就知道我的为人是多么的正派 然后他表示在我心里中了个什么鸳鸯解 除非他亲自解除 否则我这辈子 休想跟其他女子游染 突然 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来 我瘫倒在地上 蓝念顺势伸出他的大长腿 跨过我的身体 骑坐在我的身上 然后强行扯掉了我的斗篷 就在刚刚 我给宗门的各位解释清楚了 吴四峰的伤 不是蓝念所为 刘一白看到的吴四峰是我假扮的 随即小七便说起 吴四峰受伤的事 要是被柳一白传出去 蓝念肯定会成为众矢之地 虽说蓝念是邪教妖女 但是也不能让他蒙受冤屈 况且 他一旦成为替罪养 真正的凶手就逍遥返外了 吴晓宁也觉得 四峰受伤的事被刘一白知晓 第二轮的比试 我在替他出战 定然会引起误会 我想着这件事确实很棘手 得找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行 于是便让他们照顾好四峰 我晚上去天眼洞找 师父他老人家 问问有没有什么妙计 小七想到今天的比试 便对我今天威武霸气的出场 大家赞赏 真是生龙活虎 五虎那个生风啊 全儿更是觉得 以前小看了我 还让我装高手 是他堂托了 离开一时停 我捏手捏脚地 回到自己的居住 还是第一次 回自己的房间 确认安全后 我走进了房间 当即就把门给合上 嘴里小声喊着 蓝念 快醒醒 也不知道蓝念睡觉 是个什么习惯 就这样睡在我的床上 表示自己还没睡醒 让我别闹了 等他睡到太阳下山 也好避免 我看他这样睡着 容易着凉 于是便好心地 给他盖上被子 并表示我今晚 要去天眼洞找尸 到时候 就让他趁机离开 哪知道蓝念趁机 一旁抓住我的手 用力一转 把我拉倒在床上 顺势躺进了我的怀里 还要我陪他睡觉 我惊慌失措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也不知该不该推开他 顿时手足无措 突然 我发现全身不能动弹 就跟那天 在小树林里的感觉一样 蓝念还是那副娇媚 温柔的眼影 你的身体好烫 我无法动弹 昨夜海棠出座雨 树朵轻盈骄育 佳人小起初蓝房 人来对几 问狼花好如烟 狼道不 佳人文语发娇称 天花如碎之狼前 请狼今夜大花眠 吟完诗继续进入正题 蓝念不知不觉 吸起了我体内的煞气 等他缓过神来 才发现自己下意识 做了不该做的事 于是赶紧咬着我的肩膀 让我醒来 见我一动不动 而且连气都不出了 他心想我不会是卡的 于是赶紧从我身上爬了下来 愧疚地说着 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见他终于从我身上下来 身体好像也很动弹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蓝念见我一点事都没有 吃惊地瞪大了一颗 要是他再在我胸口压一位 我恐怕就真的窒息而往 赶紧坐了起来 蓝念见我 果然没什么事 立马就扑了过来 抱着我埋怨道 你没死就不能出口气了 我赶紧推开他 表示他在我身上坐一会 还不至于坐死我 蓝念还不放心 于是追问道 你就没有一样的感觉吗 我赶紧云淡风轻地表示 除了床上多了一个人 并没有其他感觉 蓝念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问道 你是天煞之体吧 我很纳闷 他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于是便表示 也许是吧 问这个干什么 蓝念嘀嘀咕咕 自言自语地说着 怎么会呢 这不可能啊 我见他看到我眉嘎 好像很失望 没好气地问他 嘀嘀咕咕干什么呢 我眉嘎你不开心啊 但是转念一想 他一直都是个奇怪的人 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这一番操作过后 太阳也慢慢地下山了 我让他把衣服给穿上 表示正门那边人多眼杂 找我的人也多 万一碰到了就说不清了 咱们从窗户出去 蓝念还是那副 一切都无所谓的表情 解释不清就不解释呗 这有什么 说着便从屋内跳了出来 就这样 我们二人飞檐走壁 离开了运仙宗 就在刚刚 虽然蓝念对我做了 非常过分的事情 但我还是既往不救 带他从运仙宗 来到宗门外 我赶紧让他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这几天没事 别出来瞎转悠 没想到他还傻傻地问我 为什么 虽然我知道四风的伤 不是蓝念所谓 但也想炸他一下 看他知不知道 四风受伤的事 于是告诉他 就是因为他白天缠着我 正巧被柳一白看到了 人家当你是行凶歹徒呢 蓝念听闻一脸猛圈 啥行凶歹徒 我见他啥都不知道 便让他赶紧走 现在不想见到他 刚才的事 就当我自己吃亏了 没想到他非但不走 还缠着我 仗着要去见我师父 我去 这件事要是被我师父知道 我们俩都得被劈成交叹 于是赶紧甩开他的手 表示我跟他毫无瓜葛 带他去见我师父干什么 说爸便转身准备离去 蓝念追上我 所以我把他这 未过门的媳妇 给我师父引荐一下 还说什么媳妇 提前去见公公 也未成不可 我赶紧打断他的话说道 那天晚上 你们打扰了我师父休息 一定被我师父 记在了掌心雷伺候的名单中 我见他还准备说什么 有些恼怒地告诉他 总之别跟着我 至少今天别跟着我 蓝念见我有些生气了 一改刚才吸道的态度 说道 好好好 不跟就不跟 一脸嫌弃干什么吗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我看他不知道 其中的厉害关系 便把吴四风受伤 柳一白看到我假扮的 吴四风 掳走他的事告诉了他 蓝念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问问 所以呢 所以柳一白就认定 你是打伤吴四风的凶手 现在宗门里所有的人都知道 是你打伤了吴四风 蓝念还是那副 无所谓的态度 五妹一笑说道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只要我相信他就行 我见他还有心情开玩笑 便告诉他 一个打伤名门正派弟子的 邪教妖女 很快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蓝念则不以为人 我本来就是妖女 杀过的人都数不过来 再多一条人命 又有什么关系 反正死后都是下地狱 多一条少一条 无所谓的了 我见说不动他 大伤脑筋 蓝念则要我答应他 后天陪他玩一天 今天就不烦我了 见事已至此 只能赶紧答应了下来 告别了蓝念 我迅速往师父的 我前脚刚走 一个人影就挡在蓝念面前 质问着他 为什么要擅自退出天前大位 掌门非常生气 蓝念的脸色 瞬间变得厌恶情 曾陶 他们派你来监视我 刚才的种种 曾陶全都看了人 便问蓝念 是不是喜欢上我了 蓝念见他 故意不回答自己的问题 才明知顾问 便毫不含糊地说道 当然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曾陶冷冷地 读出几个字 别忘了咱们此行的目标 随即二人一言不发 各自离去 视线转到我这边 我已经到达了 师父所在的天眼洞 老远就看到 砖儿蹲坐在洞口 怪不得一直没见到他 原来跑回师父这里来了 我还以为被谁抱走了 师父见我这么匆忙 连他爱吃的东西 都没给他带 心里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我一坐下就跟师父讲起 我这震天雷的事 师父听闻则表示 他是四十岁才学会震天雷呢 这不是很好吗 我赶紧补充道 那不是我有意放出来的 只是动了下战斗的念头 一到惊雷就从天而降 师父还是淡定地喝着茶 我一度怀疑 他是不是跟蓝念学坏了 听到啥都一副无所谓的感觉 随即表示这很正常 习惯个三五八年 就能自如运用啊 啥 听闻要这么长的时间 犹如今天霹雳 就在刚刚 我本来是好意给蓝念盖被子 却被他拉着 在我房间里聊完了 聊完过后 我就向师父所在的天眼洞赶去 师父表示 我现在的情况 习惯个三五八年就好了 我听闻又有几天霹雳 便问师父 不是开玩笑的吧 万一不小心 把别人劈嘎了怎么办 师父却认为 我三五八年都等不及 乃是心服气躁所致 我赶紧让他教我几招 威力较弱的招式防身 以现在的情况 只不定自己都被 不知从何而来的雷劈他了 他却问我 师父是用来做什么的 这句话吻得我一头雾水 没好气地回答道 做什么的 坑涂地的呗 听我这么一说 师父便想让我 再进一次一原流 表示只要活下来 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以我这么多年 跟师父的接触 觉得这糟老头子 肯定没安好心 于是便问他 存活率有多少 师父一脸幻笑地告诉我 只有百分之一 我一听 瞬间击步打一出来 这哪是要给我解决问题 分明是想借机清理门户 师父见我如此暴躁 便让我三五八年 和一时半刻自己选择 我想着如果要等三五八年 还指不定会出什么乱子 进入一原流 虽然快捷 但是容易变成交叹 现在的情况 似乎并没有紧迫到 要去冒险地 于是便告诉师父 我考虑好了 师父见我如此通透 对我赞不绝口 不愧是我的好徒弟 思想觉悟就是高 我听师父难得表扬我一次 笑嘻嘻地表示 那就顺其自然 就等个三五八年吧 幻影刚落 师父的脸就沉了下来 一言不发 随即突然报警 就像我天灵盖劈来 嘴里还喊着 无耻小儿 老夫送你一程 以师父的功力 就算我全神贯注 也不一定能躲开 这特喵的 还是搞得突然袭击 我顿时感觉脑袋一沉 眼前一黑 待我醒来时 已经躺在一个 山清水秀的地方 脑袋里的眩晕感 还没散去 只能呆呆地躺在地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终于可以动弹了 这才想起 刚才被师父一掌给披晕了 于是便 七级败坏地骂了起来 欲亲子李大言 等我出来 非拔掉你的胡子 就在这时日 一如红中般的声音响起 想拔威师的胡子 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随即 师父踏破虚空而来 哦不 踏着我的脸而来 师父落地后 沉默了许久 然后深深地叹了你 陈生说道 威师今日 就来好好调教一下乖童 话音刚落 我听一阵劈劈啪啪的电光声 师父拿出了绝世 武器之一 惊雷鞭 一眼影响得更重 我看着师父的表情 顿时觉得脊背发扬 赶紧手脚并用 拼命向后退去 嘴里还喊着 师父 你这是要做什么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师父并未理会文化 而是提心 为师教过你 手要的便是几提心 再这么做下去 就真的要没命 师父也不等我趴起来 举着惊雷鞭 就向我抽来 嘴里还喊着 受死吧 乖徒弟 是我视觉 一边 哦不 我视觉一边 对时 我的眼前电光密布 卧槽 师父来真的 就在这电光石火间 我集中生智 向一旁滚去 声 天地位置一震 回头看去 地面被劈出了一个 直径二十米的锯坑 材流的闪电 还在里面噼啪作响 我惊恐地看着这个锯坑 要是刚才被这一边抽到 不只是劈开肉站那么简单 估计连肉都烤箱了 于是气急败坏地跟师父吼道 死老头 你真想清理门户 我师父则表示 他刚才已经提醒过我了 百分之一的存活率 危机又逃出了另外一把 军事武器轰雷剑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多人 想找我师父了吧 为了医生看见船路 我师父一跃而起 向我攻来 我自知抵抗也是徒劳 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当即就一百八十度 转身拼命地逃去 就在刚刚 我来到天眼洞 找师父咨询我的技能情况 哪知道这糟老头子不讲武的 竟然挽起了偷袭 我被他这一掌直接拍晕 来到了一人流 就在我被师父无情鞭策的时候 一群无常宗的弟子 来到了天眼洞口 无常宗仲弟子 前来拜见玉清真人 话音一落 洞内没有任何回应 四周一片寂静 见数次自爆家门 都没有得到回应 他们一度怀疑 我师父这个时候 是不是去一些烟花质地溜弯了 还是这个小胖子有点头脑 表示有八级金锁正在 我师父也只能在这三圣山下转移 而且我师父那么大年纪了 去烟花质地不太现实 随即这几人便打算把山头翻过来找找 还是这个小师弟头脑灵光 一语道破天机 既然来了 何不进洞一探究竟 与此同时 在一语言中 我已经被师父追得上棋不接下棋 实在跑不动了 蹲坐在地上准备摆烂 于是我便对师父说了 糟老头子 你还有什么招数 就尽管使出来吧 师父收起轰雷剑 一律与雷电机律向雷一会起 跟我说道 该使的都是 就只剩咀心雷 这也是为师教你的第一个雷卡 前后呼应 形成一个闭话 我从小就是被师父的掌心雷 披着长大的 深知之玩意的威力 不由了咽了口头水 不过既然百难 此也要死雷子女 于是便让师父放马过来 刚才的招式我都看在眼里 掌心雷算什么 师父冷笑一声都看清楚了 一会儿休怪我无情 说完 雷里让师父的眼神会 雷里还说着 那你可要把这一招也彻底学会了 这样的力量 看得我心惊胆战 也不敢再继续摆烂 另一边 吴长宗的众人已经进入天眼洞 见我和师父背靠背坐着 头上还笼罩着无惨霞光 众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一个都瞪大了眼睛 他们大师兄赶紧让众人停下 心里想着真人这适合谁 心掌门无用吗 两人背靠着背坐着 于是回头看向身后众人 期待有人能给他解释一下 没想到众人几乎知道我们在干嘛 只有乖乖行李作医 再次自报家门 见我跟师父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他们大师兄不光向我们 无常宗众弟子 外见欲亲真人 见我们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这个小胖子 料想我跟师父莫不是入定 说着 比了个滑脖子的手势 眼中一目还帮闪过 一个邪恶的念头 把他心里来 一脸尖笑的跟他师兄说呢 不如 却师兄也不想错过这百年一月的机会 辩表此事所真实的 他们无常宗的地位便能扶摇直上 随即做了个进攻的手势 无常宗众弟子 隐声冲出 众人忌惮我师父的实力 怕我们是假装入路 实则是请君入温 都只是将我们团团围住 不敢贸然动手 我还在一源流享受着 这师父雷霆的喜 最后一招威力巨大的掌心雷 也学到精髓 这小胖子 见都到这份上了 我跟师父还这么淡定 便跟他师兄询问了起来 这师兄也不敢确定我们的情况 心虚地喊着真人 又确认了一次 见我们二人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自信地打了个响指 随即无常宗众人瞬间爆起 举起手里的长剑 向我和师父袭来 眼见无柄长剑 就要命中我们 已经几声清脆的心血撞击声 所有长剑 皆砍在了防护罩上 众人见状未知一阵 想不到我们入定时 还有防护措施 坐在这时 一双鹦鹉的眼睛猛一睁开 我见这所谓的名门正派 竟然干出此等行精 当即就怒斥众人 无常宗萧小大胆 没想到他们大师兄还不死心 见我年纪轻轻 又势单力薄 便召集其他四人 想合力将我拿下 还扬言要倾尽全力 破坏我师父不下的结界 我见他们还不知回忆 手里已经泛起履履电光 警告着他们 休怪我控制不住自己 没想到此言一出 这五人砍得更寂静 既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的厉害 正好试试 刚在师父那里学到的招式 于是 那里学到的惊雷鞭 只听哼了一声 惊雷鞭所到之处 皆是惨叫连连 人仰马翻 我走到他们大师兄面前 表示我尽量不用惊雷鞭 打死他们几个消息之后 没想到他们大师兄 还大言不惭 说我口气大 还说 他们刚才是大一轮 才让我得逞 死到临头 多说点垃圾环顶 既然如此 那就 就在刚刚 一群无常宗的萧小之徒 趁着我师父在一源流 教我功法的时候 既然想暗中偷袭 好在我及时醒来 没想到这几人以为 我和师父实单力薄 居然还大言不惭 想合力将给我拿下 话一刚落 这五人便突然报警 举着长剑就向我袭来 我淡定地闭着眼 深深地叹了口气 既然你们执迷不悟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一心可恶的萧小 竟敢打扰我师父清修 我拿着金雷鞭 抱贺一声 调动出全身魂力 向他们抽取 金雷鞭在人群中穿梭着 有道之处 玩舌崩落 对于这样的萧小 我并不想一鞭子 抽死他们 那样太没趣了 而是先让他们 被我的实力吓破弹 再让他们 为今天的狂妄自大后悔 最后让他们 在恐惧中慢慢折磨 他们大师兄 见识到这一边的威力 立马呵止众人 改变战斗策略 随即 不仍纵身后退 似乎是准备 使用什么阵法 对我形成了包围之时 他们大师兄 一脸奸邪的瞪着 看着神情 只不定又想到了 什么狭散乱的招数 只见他牙关紧两 似乎是使出了全身力气 将长剑深深的插入了地面 随即其余四人 也使出了相同的招式 一股股紫黑色的气体 向我及时而来 原来是吴长宗的 独门绝学 充鸣扬 想用这个 来摧毁我的精神力 我冷笑着 我还有很多新招 我现在在让你们 见识见识 我这轰雷剑的威力 在说话的同时 我就已经挥出一剑 随着一声刺耳的剑鸣声 灵力的剑气 加载着尸体和等红鸣 向那几缕黑气呼啸而去 就连坚硬的岩壁 都被我这一剑 划出了一条 又长又深的口子 没想到这黑气 似乎没有实体 我这识破天惊的一剑 砍了个寂寞 丝毫没有阻止黑气的攻势 大大师兄见证 高兴的向我侯一样 幸灾乐祸的说道 我师兄弟五人 节阵发动的冲鸣羊 岂是你能斩断的 除非你是浑煞之体 否则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忌人 见我全身 已经被他们的冲鸣羊缠绕住 更是激动不语 大声喊道 胜苦不分 我见他兴高财烈的样子 要不是得握住剑 估计就得手舞阻挡 而我被这黑气缠身 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就好像他在自娱自乐里 便问道 你们这道子是在做什么 大师兄顿时神色大变 一脸惊骇的看着我 说道 你 你 你为何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一脸懵圈的看着他 要什么反应 你说出来 我配合你一下吧 这大师兄见到我 就像见到我一样 被吓得连连后退 神色里越来越惊恐 难道你是浑煞之体 不 不可能 区区十几岁 怎么会 难道你是天生浑煞 我见他打个架 也磨磨叽叽的 不耐烦的对他说道 刀到什么 什么天煞地煞浑煞 你是打架 还是说Rub 就在这时 我师父的声音响起 好你个臭小子 对你师父 也敢痛下杀手 我这才想起 刚才用精雷鞭 胡乱抽了一通 似乎有几边 抽到了师父身上 赶紧笑嘻嘻地 向师父解释道 是你教我要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 徒儿学得可好 还好师父 没跟我一般见识 让我专心对敌 自己走到一边休息去了 就在刚刚 我在对战 无偿宗武人的时候 用精雷鞭 一顿乱抽 一个不注意 给师父他老人家身上 抽到了几下 没想到师父 却因此醒了过来 还好 没有怪罪于我 而是让我专心对敌 无偿宗的大师兄 见我和师父二人 皆不受他们的 冲阴阳影响 大受震惊 想不到我无偿宗的冲阴阳 在他们二人面前 竟是个笑话 这个小胖子 看到大师兄一脸惊恐 赶紧提醒他 切勿分神 天生浑煞 闻所未闻 别被我骗了 我见目的达到了 一般的笑话 转过头 一脸坏笑地看着他们 我以为 运先宗的实力 已经够弱了 没想到吴长宗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朝廷将宗门 分了的三六九等 还真是分到位了 随机手里凝聚 师父刚刚教给我的那招 威力巨大的掌心雷 就在掌心雷的电光 包围我同时 身上冲阴阳的黑气 也因此迅速消散开去 我拿着轰雷剑 一步一步地逼近他 对面五人 见宗门最强大的攻法 对我毫无用处 这才意识到大事不明 一脸惊同地看着我 企图让我摇过头 你不要过来啊 摇过头 刚才狂妄的镜头呢 嗨 剑字还未出口 师父赶紧让我手下头挤 留点活口 一会还要问话 既然师父发话了 我也不敢不走 既然如此 我就好好跟你们玩玩 飞机我右手欲剑 左手凝聚起成心雷 一个就冲到刚才 最狂妄的大师兄面前 速度之快 他完全没有反应 一个残影过后 出现在他眼前的 就是我这张坏笑着的脸 随即 好久闪行 朝另外四人攻去 这四人完全看不清我的身形 只听到一阵风声 和一丝剑鸣 在他们耳边掠过 眼前泛起一片明亮的剑光闪过 这四人惨叫的机会都没有 纷纷重重地栽倒在地上 我一由未尽地收起轰雷剑 跟师父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表示都按照他的吩咐 电晕过去了 一会您老想怎么问就怎么问 没想到这糟老头子 刚才一直在刻着瓜子叹息 刚才这一打五还拿五杀的一幕 估计让这糟老头子 是大开眼睛 不过师父似乎还不满意 说我一喜心于色 让我多恋恋 林霄宗那边 柳一白刚回到宗门 就向众人说起了 吴四丰被蓝念 感染重伤的事 话说这个肚子是个什么情况 柳如是听闻 非常不耻蓝念的所谓 表示后天第二轮的彼时 运仙宗 并不是只剩下五小一人 这掌门一下就联想到 蓝念那天气赛 跟着吴四丰走出会场的态度 原来是要心胸 柳如是听闻这样一说 觉得有些蹊跷 蓝念为什么要打伤吴四丰呢 难道逆声门和御仙宗 有什么瓜葛 柳一白见哥哥 不是太相信这件事 赶紧表示自己青年所见 还能有假 柳如是见柳一白 有些生气 赶紧解释 不是质疑他的皇子 只是不明白 蓝念为什么要打伤吴四丰 如果是逆声门 想起进地阶宗门 对吴四丰痛下黑手 也符合逻辑 但是逆声门已经全部齐全 他又何必跟一个 普通宗门的弟子过不去 这一说倒是差点点醒了柳一白 但是先入为主的观念 还是让柳一白觉得 蓝念可能是诱惑不成 便心生改意 更不懂的是 御清真人怎么不亲自接任掌门 却让给那样一个家伙 这掌门听闻想起了 他师父曾说过 御清真人被困在了三圣山 无法下山 自然也无法接任掌门的位置 这掌门继续说道 这跟十九年前的一件事有关 对这件事 我的师父也是三间七口 只能在直言片语中 知晓此事的大概 那件事之后 有八位长老再也不见识人 柳一白听闻沉思了起来 无用似乎就是十九岁 会和那件事有关吗 逆声门向真人讨要的石头 又有什么秘密 这掌门打断柳一白的沉思 让他们提防着逆声门 表示他们出现在这大会上 就够匪夷所思的 虽然已经淘汰 但也不能保证 他们不会做出什么 离经叛道之事 就在刚刚 柳一白刚回到宗门 便向他们说起 自己亲眼见到蓝念 打伤吴四峰的事 与此同时 运先踪的吴四峰房间里 三个照顾吴四峰 起居饮食的弟子 正在呼呼大睡 但是吴四峰却发出了 难受的呜呜声 随即 吴四峰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虚弱地说道 水 我要喝水 这弟子无声醒了过来 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 压根没想到 吴四峰现在醒了过来 回头答道 哦 我这就去给你倒水 这弟子想了一下 事情似乎有哪里不对 突然一下清醒了过来 瞪大了双眼 四峰师兄醒了 快去叫师父师伯过来 没多一会 小七 全儿 吴小宁都来到了吴四峰的跟前 小七让四峰有什么不适 就告诉他们 千万别应称 全儿见四峰 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大碍 便问他是谁把他伤成这样 小宁见四峰挣扎主 想靠一下 赶紧扶着他靠在床头 四峰说道 是吴长宗和陆仙门众人 小七和全儿听闻一正 心想这两个门派的人 为何要同时对四峰出手 咱们无怨无仇 还把他打成了这样 到底四峰发现了 他们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四峰回想着那天发生的事情 情绪也渐渐有些激动 剧烈的咳了起来 四峰回想着那天 因第二天的鄙视 让自己心烦意乱 于是变显着出去走走散散心 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当他溜达着来到牛兰街时 已经是晚上 本来就身心俱疲的他 感觉有些疲累了 于是随便找来的地方歇歇脚 他在休息的时候 还念念不忘明日的比赛 若是输了实在对不起师父的养育和栽培之恩 就在这时 一阵处一阵杂乱的声音响起 听上去应该有八个人的样子 四峰想着 这么晚了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出行 于是便躲在树后 暗中观察了起来 直接这一行人 聚穿着夜行衣 偷偷摸摸地朝一个方向 及时而去 于是四峰便悄悄跟在他们后面 想听听他们到底要谋划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只听其中一个黑衣人问着 上千怎么还没来 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了 吴四峰听到上千的名字便联想到吴长宗 难道是吴长宗勾结的这些人 这是要做什么 只见那人继续开口说道 你们吴长宗的人做事还能再不靠谱一些了 另一个黑衣人应该就是吴长宗的人 听他这样一说有些不熟 让他把嘴巴放干净了 这时 第三个黑衣人开口说道 上爷和陆爷都是清兄弟 咱们两家算起来也就是一家 何必成口舌之争伤了何妻 第二个黑人听闻抢得说道 要不是为了布阵 鬼才想和你们陆仙门合作 最开始嘲讽吴长宗的那个黑衣人 听闻十分不熟 把脑袋甩到一边 表示此番是吴长宗执迷不误 他们陆仙门才无耐心 让大家早点干完活 以后尽量不要往外 另一个赶紧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打圆场 表示当年的八级金属阵不阵之一 就是陆爷 若是被吴佣那小子知道 额外生了肢结 放玉清真人出关 他们都得完蛋 吴四峰听闻一脸震惊 立马就觉得他们说的事没那么简单 或许是在筹谋对付我和师父的事情 想着人也慢慢地向后退去 准备先回宗门禀报 哪知道后脚跟处竟然有颗小石子 吴四峰一个不注意踢到石子上发出了声响 那几个黑衣人听到声响 知道自己正在被人暗中观察 纷纷向吴四峰的方向看去 然后自身一跃 向四峰所在的方向急驰而来 吴四峰见自己被那几人发现 自知实力不敌 飞快地往宗门跑去 想着必须把这件事告诉掌门 就在刚刚 吴四峰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跟大家讲述其他遭遇袭击的过程 因为看到陆仙门和吴长宗的众人 遇对本掌门不利 便悄悄地跟了上去偷听了起来 在准备撤退的时候 不小心踢到了身后的一颗石子 被众人追击 吴四峰一边往师门的方向跑着 一边回头看向追击的众人 想着两个宗门要联手对付掌门书组 这件事必须 还没等吴四峰混过神来 深意轻轻地落在了他的面前 冷冷地问道 你都听到了 吴四峰回过头来才发现 眼前竟是个独眼男人 这人竟然在他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下 出现在他前面 其失力定然在自己之上 有点胆怯地问道 你 你们想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 这还用问吗 你听到了这么重要的秘密 难道还能留你活口吗 这男人轻蔑地看着吴四峰说道 吴四峰见状赶紧表示 入仙门和吴长宗勾结起来对付于仙宗 就不怕朝廷追责吗 这独眼男人听吴四峰这样一说 露出了阴邪的感情 杀了你不就没人知道真相了吗 不 这独眼男人突然抱起一个闪声 就到了吴四峰跟前 伸出手掌就向他拍曲 吴四峰还没反应过来 胸膛就重重地挨了一眼 成立当即喷出一口番茄酱 人也可知被击退束股 吴四峰一脸惊恶 心里想着 这家伙 竟然可以凑合空间 陆仙门和吴长宗 已经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了吗 我绝不会让你们的奸计得逞 吴四峰当即一声爆合 一股强大的力量以他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开来 地面都位置崩裂 那个独眼男人 也被这股力量震得睁不开眼 这便是吴四峰的无敌气场 不过持续时间只有五秒 这就是传说中的五秒针男人 吴四峰不敢迟疑 当即便向独眼男人攻去 没想到这独眼男人 面对吴四峰的攻势 还是悠闲地背着手 不躲不闪 轻蔑地看着他说道 做得不错 可是你这招对我不像 但吴四峰的攻势 快要接近着独眼男时 这独眼男的身形 开始变得模糊 竟突然消失在吴四峰的眼前 吴四峰一群落空 瞪大了双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就在吴四峰愣神之际 独眼男奸邪的笑声 从他身后传来 顿感不妙 独眼男没有再逃罗 当即这一场重重 拍在吴四峰背上 吴四峰背着一场 又拍出一口番茄匠 栽倒在地上 这独眼男没有嘶吼连 还是那副轻蔑的神情 对吴四峰说道 运先宗这种莫为东门 留着眼影 我为人心地善良 不忍见你狗言残喘 现在就干脆一些 送你下去了 吴四峰向着宗门的风向 缓慢的怀疑 心里还想着 不能在这里死 师父 掌门说道 他们 我 就抱着什么想起 吴四峰彻底失去了意识 独眼男见吴四峰昏死过去 邪恶地笑了起来 说了句留你条命 还有用处 便扬长而去 小七听着四峰讲述的一切 没想到陆先门和吴长宗 竟然还有这层关系 更没想到 他们会对四峰痛下杀手 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问到四峰 你说你是在街上昏迷过去的 那又是何人将你挪到了房间 四峰听闻愣了一回 愣 你们是在房间里发现我的 吴小宁赶紧接过话说道 是的 我们发现你的时候 你身受重伤 地上一片番茄酱 就趴在离房间不远的地方 小七和全儿始终想不通 吴四峰晕倒后是怎么到的宗门 一时呆愣在原地 小七甚至还沉思了起来 不知不觉躲起了方部 这一来一回的 看得本就心烦意乱的全儿 更加烦躁 便问道 师兄 你走来走去的作甚 小七回过头来 我感觉这件事有点奇怪 就在刚刚 我在贴 与此同时 吴四峰也跟大家讲述了 他整个被打伤的过程 我从天眼洞回来时 已经是紫时了 还没来得及坐下歇息一会儿 便被全儿这个不孝徒孙 拉着往吴四峰的住处赶去 边走还一边关心我 这技能问题解决没有 我告诉他解释解决了 不过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还是先看看四峰再说 静止来到四峰的房间 我看到他还坐在床上 关切地问道 四峰 你现在好些了吗 四峰见我回来一脸欣喜 赶紧表示好多了 只有小七还瞪着他那双 怎么都瞪不大的眼睛 回过头来告诉我 掌门疏足 四峰这伤受得有些蹊跷 四峰听闻赶紧把话接过去说道 我受得这两掌 正好避开了要害 这人似乎只是想打伤我 却故意不打死我 就像 就像故意放我回来通风报信一样 我听他说的云里雾里 不知道他这是准备表达的啥意思 于是便问他此话分享 四峰紧接着把他预袭的事 跟我讲述两遍 我听闻想起刚才在天眼洞发生的事 于是便把吴长宗刚才袭击天眼洞的事 告诉了他们 想起听闻便想听听我的想法 我想着这几件事的确都一点重重 但能确定吴长宗 或者说吴长宗和陆仙门 的确想对我于仙宗干净什么 刚才袭击我和师父的吴长宗弟子 都被关在了天眼 不过不管我怎么问 这五人都绝口不提他们此行的目的 明天还要参加天前大会 我只能把他们交给师父 让他老人家用点手段拷问一下 不过四峰受伤的事被柳一白知晓 第二轮的比试 我肯定不能代替四峰去参加了 全而听闻情绪有些激动 也带着些许无奈 问道 那明日的几场比赛 咱们还去参加吗 我见他居然问出这么弱智的问题 本掌门何时耸破 便表示当然要去 这次的天前大会这么精彩 我与仙宗怎么能缺席 第二天一早 我们便来到了天前大会的赛场 这里依旧是人山人寒 不过多数是看热闹 比赛的人却寥寥无几 我想搞清楚 上千那天晚上到底想对我做什么 于是便向吴长宗的帐篷看去 只见吴长宗的帐篷外 就一弟子守在门口 前日参赛的弟子 均不在帐篷 就连上千和上针也都不带 只是换了另外几个低阶弟子 似乎只是来观战的嘛 这守门的弟子 还一个近的往往的方向看 似乎他知道些什么内心 小七看着手里 可怕三十多级的玉米 沉思了一会儿 指着他那争与不争 都一样大的眼睛说的 我今天眼皮一直在跳 总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却而看到吴长宗的主力弟子 都不在场 心里本就七上八下 听小七这样一说 赶紧主动要求回宗门手上 免得他们趁机攻打我们于仙宗 我赶紧拍了拍他的肩膀 让他别担心 我在宗门前布了阵 只要有宗门之外的人进入 我便能感应到 咱们既来之则安之 现在就静观其变 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而且现在吴长宗只剩上尊 还没有参加比试 正说着 我突然感觉到脚下一阵骚动 我一度以为是一条蛇 跑到我脚上来了 正想用惊雷鞭 一鞭子抽死他 低头一看 原来是尊儿 跑到天前大会上来了 这小子来这里干什么 小七和荃儿 很久没见到尊儿了 还以为尊儿嫌弃他们 离家出走了 现在看到尊儿出现激动不已 便主动逗起了尊儿 这荃儿撸着猫 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扭过头问我 那天来找我的那个小孩 去哪里了 小七听闻觉得 似乎有什么挂痴 八卦心瞬间泛滥起来 向我问道 小孩 怎么回事 这荃儿真是哪壶不开 提哪壶 我喜当爹的事 还要被全宗门知道吗 顿时被吓得不知所措 赶紧一把抱起尊儿 表示先把他安顿好 免得他又跑丢了 一溜烟地离开了会场 荃儿望着我远去的背影 跟小七说道 我一提起 那小孩掌门书祖就紧张 果然就是他的私生子 小七听闻 我有私生子 大吃一惊 大 啥 私生子 掌门书祖现在才几岁 妈呀 就在刚刚 尊儿居然跑到了 天前大会的赛场 荃儿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张嘴就问我 那天任我做爹的小孩 小七听闻 也吃起了我的瓜 我赶紧抱着尊儿 非也是地逃去 我见尊儿不待在山上 陪师傅 反倒跑到天前大会上来 便准备问一下 哪知道 尊儿就杀起了 但是不要报仇 还自称本王 一向乖巧听话 与世无争的尊儿 竟然要报仇 我一度以为 是我听错了 以后知道是谁 把尊儿得罪成这个 尊儿一想起这事来 就杀起毕露 表示他昨晚在动作 黑衣军及时而来 畜生给踹飞了 手里的树枝 都被掰断成两截 我想着尊儿 是说的吴长宗的纳武 不是等我关在天眼洞了吗 正好让尊儿拷问 拷问他们 让尊儿出出气 我们也省事 原来是师父不让尊儿 尊儿被取自 下山来让他们 一根猫 还表示要变成 大理肌肉猫 玩虐他们 我听尊儿 一直说着本王本王的教诈 不知道是被谁带坏 正准备教训他一下 让他长点记性 哪知道尊儿 竟然矢口否认 表示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还是是我自己听错了 我勒个去 现在的尊儿 也有这么深的套路了吗 尊儿说着就准备离去 还让我别拦着他 他一定要出这口恶气 我压根没打算拦着他 倒还想看看 这只小猫咪如何复仇 说不准还能再做一部 猫咪复仇记出来 我怕尊儿打乱了我的计划 一把将他拎了起来 让他别给我跟了 这两天的情况有些复杂 我得弄清楚这些家伙 想对我孕仙宗做什么 尊儿在我手里 气得手舞足挡 一个劲的让我放他下去 直到他捂得筋疲力尽 并且保证今天不会捣乱 我才安心地把他放到了地上 随即我灵机一动 便让尊儿去帮我办理事 哪知道尊儿还记起仇来了 表示我刚才那般对他 还敢驱使他做着作纳 这脸皮比孕仙宗的城墙还厚 我见尊儿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赶紧使出了杀手剪 一年份的小鱼竿 尊儿听闻眯着眼睛看着我 似乎不太相信我 不过没有哪个猫咪 能抗拒小鱼竿的用 特别是像尊儿这种 还是幼年的小猫咪 于是尊儿便装着 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我便让尊儿去 吴长东的帐篷外 揭示他 哪知尊儿一听 又不情愿了 表示只能看不能动手 他怕忍不住 最后在我不顾哀求 威逼利用 软魔鹰套下尊儿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临走前还让我别忘了 他那一年份的小鱼竿 我回到孕仙宗的帐篷 小鸡和全儿正在商量着什么 我刚走上去 全儿就表示 全儿到了决育的年龄 要早点处理才好 你们到处乱料 我去 全儿啊 你可长点心吧 你这给全儿决育了 我们孕仙宗 还不得被他找的天翻地覆啊 正在我不知道怎么解释的时候 比赛开始了 第一组 无常宗上尊 对阵琉璃宗双柳儿 第二组 陆仙宗 陆子豪 对阵千针门江宁儿 第三组 千秋门江秋然 对阵琉璃宗 陆玲宏 上尊和双柳儿 双双走上擂台 摆起架势 直接开杆 双柳儿 当即就取下头上的发簪 一声陆鹤 发簪瞬间分出数十个分身 向上尊急射而去 上针见状不紧不慢 催动煞气 使出门派绝学 冲阴阳 当即就凝聚起数个尖锐的神迹 向双柳儿的攻势攻去 只听一阵词 是惊喜碰撞声 柳双儿的攻势被禁数瓦解 而上尊的冲阴阳势不可挡 大有一击毙命之事 柳双儿自知既不如人 赶紧投降认输 这个妹子使出暴雨 梨花针正合对面的男人 打得酣肠淋漓 没想到这男人完全不懂怜香西域 出手便是杀招 进一个回合 就让妹子败下阵来 小七扭过头来对台上的上尊赞不绝口 还提醒我如果面对他需要小心谨慎 那是没见识过我震天雷的威力吗 就在这时 尊儿又跑了回来 咬着我的衣角一顿猛拽 似乎要再示意我跟他去什么地方 我赶紧表示兴许是尊儿听不懂人话 我先去把他拴到旁边 没想到尊儿还传音给我 骂我才听不懂人话 我抱着尊儿 一边往外走 一边问他有没有什么收获 尊儿表示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只是他过去不久 吴长宗有几人便匆忙地离开了 然后陆仙门那边紧跟着也走了几个 我听闻有点担忧 这吴长宗和陆仙门到底搞什么鬼 不会真被群儿说中了 去偷袭我们运仙宗了吧 但是仔细想想 他们前几日的事情败露了 应该没有这么大胆才对啊 可能是受小七眼皮跳的影响 我的心里也气上巴下的 一种不好的预感笼罩的心理 就在这时 台上突然窜出一个工作人员 悄悄地跟单千秋嘀嘀咕说着什么 我注意到单千秋的身体一震 随之瞪大了眼睛 似乎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个工作人员前脚刚走 单千秋就赶紧宣布今日的比赛暂停 我去 我这嘴巴是不是开了光的 说什么来什么 随即单千秋又跑到陆仙门的场地上 跟他们说着什么 两人听闻均露出了和单千秋一样震惊的表情 看着陆仙门的人沉默着走下台 我感觉今天应该是出了什么大事 于是便让尊儿先回天眼洞告诉师父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我这边一有消息就立刻通知他们 尊儿虽然还小 但是很少看到我这样严肃地对他说话 应了一声就赶紧朝天眼洞跑去 我随即找到小齐和荃儿 让他们赶紧回遇仙宗去 这届天前大会估计是办不成了 尚尊带着众人回到太医工的无常租会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门口依然是斑斑的翻起脚 连排饼上的剑上了翻起脚 尚尊见证 侍问着门前的弟子 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门前的弟子已经被这惨烈的景象吓得死死犯了 根本没有打量打开了 尚尊抱贺一声飞 欲试不绝 能成什么大事 当即就一等劈开的马 没想到房内的惨烈景象更是有超弹的景象 十一 鸣红的番茄酱遍地都是 浓浓的番茄酱味 逊得重处争不开 尚尊见此情形更是有 尚尊被吓得瘫倒在地上 半天回不过神来 尚尊更是为这领处的番茄酱味 尚尊把这十多年来吃的饭菜 凝固老了 尚尊被演呈 尚尊 尊 尊尬 尚尚尊回过神来 趴在地上搜寻着 赶紧让他们俩也看看还有没有生患症 见尚尊合成前还呆呆地愣 尚尊抱贺一声 快 随即三人迅速在现场搜寻了起来 师兄 师兄 他们都尬了 全都尬了 一个都没活下来 尚尊哽咽着说道 随即大声痛哭起来 这几个男人被宗门的惨状吓傻 大师兄赶来 推开门一看 房间内依然是尸横便宜 血流成河 尚千黑着脸 亮亮呛呛站得起来 他们 没有逃掉 到底是谁干的 就在这时 一个弟子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惊恐地喊着 师兄 尚爷 尚爷 尚尊见他吞吞吐 半天吐不出一个字 咬牙切齿地让他快说 弟子扑通一声归到地上说道 尚爷没了 那三人本就悲愤到极点 现在又听闻尚爷去世的消息 无不为之惊骇 不可置信地问道 尚爷没了 你再开玩笑吧 这弟子表示此消息千真万确 陆仙门的陆爷正在往宗门赶来 尚千阴沉着脸问道 怎么没的 这弟子表示他也不知道 只是掌门让外出的弟子 全部回宗门 尚针扶着桌子 缓缓地站起来 想着这里的事情还没解决 必须得找出凶手 当即就拒绝了掌门的要求 就在起的时候 如床宫的弟子 按照往常的时间 给尚爷送药 哪只推开门一看 手里的药碗被吓得掉到地上 人也被吓得瘫倒在地 只见面前的尚爷瞪着眼睛 蹊跷游行 已然一副死不明顾的残状 这弟子赶紧叫来了掌门等 经过一番查验 确定了尚爷绝不是自然死亡 最有嫌疑的玉清真人 此刻被八戒惊死争困住 根本不可能动手 论武功 能和尚爷匹敌之人 屈指可数 到底是谁 如今尚爷死了 无常中将来的路难走 随即便通知外面的弟子 全都回宗门奔丧 让弟子顺道把陆爷爷一起请过来 除了这种事情 总是要告知他的 与此同时 太医宫的无常宗会馆门外 一阵脚步声响起 陆仙门众人赶了过来 看到眼前的景象 均是一脸害脸之色 表示已经不能用采决人寰来形容了 没想到尚尊这家伙 居然认为是我运仙宗干的此事 陆玲珑听闻便问他有没有什么限 尚尊则表示 那日有人偷听了他们的谈话 运仙宗的人盯着自己 不是运仙宗的人干的还能是谁 陆琴琴则不赞同他的看法 认为能在片刻之间 达了这么多人 运仙宗现在的弟子根本做不到 也不知我运仙宗 是哪里得罪了尚尊 咬着我就不放 还说我随随便便就能理满天来 要杀人简直是一如反掌 陆琴琴则表示 大家今天在大会现场 完全没有动手的机会 这尚尊不知是被仇恨充关了头脑 还是作极心虚 表示他们要达掉我的消息走 我要报复他们完全说得过去 还要到我的宗门好的说法 陆琴琴见跟着蠻汉说不通 气得直拍脑 表示吴长宗发生这种事 他很遗憾 对凶手也是强烈的谴责 同时也劝尚尊冷静一下 想想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是咱们要达人在先 但贸然过去调戏 若不是运仙宗做的 等于明面上就撕破了你 陆玲珑打断了他们的话 表示不论凶手是谁 总不能让吴长宗的弟子 就这么躺在这里 得赶紧处理一下才行 就在这时 尚前黄黄说道 我觉得 或许真有可能是遇先宗所为 尚尊听闻赶紧扭过头来 问他何出此 尚尊说那天夜雨迟到 完全是因为我 他原本是想按计划 趁其不备偷其毛发来不振 但是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 我的呼吸瓶颈如水 就像深度睡眠之人 能做到如此一定是当事高手 就算掌门亲自出马 都不一定能